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内容提要 上一本书以极简的方式去生活出版后 我陆续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馈 大家在表达对这本小说题作品的肯定之余呢 也希望能够看到更丰富更全面的作品 于是这本书就和大家见面了 更丰富更实用更易读是这本书的三个特点 这本书不仅告诉大家怎么舍弃无用的物品 还包括怎样舍弃无用的事情关系和情绪等 这本书里呢有我自己实践的经验 也有我做咨询时遇到的大家的困难以及解决方法 更有数十万极简主义者的切身体会 把大事说小 把尖色枯燥的理论说得容易理解 一直是我追求的写作风格 极简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应该用平常的语言去写作 相信我的70条经验 一定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改变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70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乱买东西 属何断舍离呢 看起来不经意的买买买 时间久了也有很多危害 就像晚睡一样 看起来没什么 但假以时日 人看起来就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什么东西一旦乘以时间 后果都值得重视 乱买有哪些危害呢 第一个破财 我见过最多的 几年的时间买了几十万的衣服 后悔得牙痒痒 这些钱财 哪怕用于在三线城市买套房子 现在也涨很多了吧 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多年前呢 喜欢买香奈儿的包包 说能增值 结果呢 遇上金融危机 一样是跌跌不休 工作都丢了 谁会去囤包包呢 第二个 伤身 现在信息过于发达 买一件东西各种比较 各种筛选 最后才好不容易下了单 买回来有可能要退货 要和卖家各种交涉 听着就觉得好辛苦啊 辛辛苦苦管理身材 管理饮食 却被购物毁了 得不偿失 第三个 损害效率 物品太多 找起来就麻烦 脚底下到处都是东西 磕磕碰碰 也高效不起来 在家里低效 到了单位也是如此 心情彼此影响 第四个 浪费时间 不管你是买东西 还是比价格 是退货 还是维修保养的 都要花费时间 与其把时间 花费在这些事情上 何不做点 更有意思的事情呢 五 情绪低落 如果说破财 损害效率 浪费时间 是直接影响的话 那么所有这些加起来 一定会影响到 自己的情绪 而情绪问题 是影响健康的关键 天天看着家里 一大堆无用的物品 看都看饱了 肚子没饱 心饱了 撑得慌 六 影响关系 持续的买买买 买根本不需要的物品 买了三天就不喜欢了 过几天就丢了 或送人了 那么 家里人肯定是不开心的 也很难理解这种行为 彼此的不理解 是关系走向恶化的 关键一步 七 自责 买了那么多 还是忍不住 自己真是有问题啊 买了那么多 还是觉得少衣服 自己真是笨的 买了那么多 都成月光族了 自己真是可怜呢 诸如此类的情绪 就像有个人 在身体里 不停地攻击你 一拳一拳 把你打得伤痕累累 八 助长虚荣心 这个物品 你买 我也买 不管需不需要 这个物品 你买三千的 我买五千的 一定要比你贵 我要买最新款 我要买限量版 心思都花在攀比上 稀里糊涂的被杂志 大V的各种推荐 带着走 完全忘了自己 适合什么 需要什么 到最后 成了一只无头苍蝇 全然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管好不好看 只要够流行就穿 真的是傻乎乎的 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今年流行黄色 而不是红色 没道理啊 最后呢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也许是最大的危害吧 记住 是乱买东西的危害 不是买东西的危害 看完这八条 你还想继续买吗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留着很烦 扔了很难 如何断舍离呢 断舍离到中层阶级 会遇到一个问题 有些物品啊 扔掉不舍得 留着又碍眼 真的是进退两难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很简单 封存一段时间 封存呢 就像分居 两个人感情出现了问题 直接离婚不容易 在一起生活 又暂时过不下去 分开有利于人的理性思考 让自己和这个敏感物 暂时隔离 看看自己是不是 真的喜欢对方 如果真的喜欢 就回去 如果不喜欢 就分开 但是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难做出理性的决定 要么觉得对方 哪儿都不顺眼 要么觉得 咱们也离不开对方 这些情绪 都是不理智的 但是我们正处于 这个漩涡之中 当局者迷 倘若能够分开一段时间 物理上有了距离 好像精神上 也能客观地 看待对方了 他也不是 一无是处吗 他也有很多缺点啊 我自己生活蛮开心的 这样的想法 逐渐地冒出来了 能够比较客观地 看待这份感情 对自己好 对别人也好 人是如此 物品也是如此 但是要记得几个原则 一 封存比例 不能超过20% 不能把物品的80% 都封存了 这是逃避 最高封存 不能超过20% 否则就失去了 封存的意义 只是把问题 延后了而已 是拖延症 二 解封日期 不能超过六个月 既然是封存 就要有解封的日子 重建天日的时间 最长不能超过半年 离开一个物品 半年都用不到 基本上可以永别了 三 解封的时候 要果断丢弃 当了解封的日子 不要打开 直接处理 一旦打开 往事涌上心头 欲丢还修 千般为难 万般舍不得 结果 就是会失败 这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只是一个物品嘛 你曾经以为 离开某个人 就活不下去了 现在不也活下去了 甚至还活得更好了 曾经说 要守护你一辈子的某个人 不是也离开了吗 但所有的这些 都不足以催垮你 只会让你更坚强 人能分别 物品也能 我们再来说 借不掉刷手机 如何端舍离呢 你所做的所有事情 要么是在追求奖励 要么是在逃避惩罚 如果奖励来临的时候 正好是你所期待的 符合你的需求 这个行为就会继续下去 如果这个行为 被证实逃避了某个惩罚 那么 这个行为 也会持续下去 反之亦然 好的习惯 坏的习惯 都遵循这样的养成路径 以刷手机为例 很多人都是早晨起来 就要刷手机 不刷不舒服 上厕所也刷 吃饭也刷 走路也刷 开车也刷 可刷手机和刷牙一样 它不是本能 它是被养成的 不然的话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大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所以啊 刷手机一定连接着 某个古老的意识 一个在智能手机 没有出现之前 就存在的意识 这个意识就是 好奇心和娱乐感 无限下拉模式 刷手机 就是无限的新鲜信息 无限的新鲜信息 能满足人 无限的好奇心 只要身体还能扛得住 手机还有电 还没出车祸 还没摔断腿 就一直刷下去 所以刷手机的奖励就是 满足你的 无限好奇心和娱乐感 手机出现之前呢 我们靠电脑网络来满足 追着小说连载 追着美剧更新 网络出现之前 我们看书 坐在马桶上看书 想来是很多人的习惯 没有书籍之前呢 我们茶余饭后 讨论八卦 叫舌根子 我们用这些 或者古老 或者现代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而且一定是 以轻松的方式满足 大脑是很敏锐的 如果成本太高 虽然能满足好奇 但我不做 很少有人追着看 微积分 天体物理 机械力学 但我们会看 武侠小说 刷抖音 所以 你并不是 简单的刷手机 你是刷 轻松娱乐的信息 来满足自己的 好奇心和娱乐感 手机唯一不同的是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所以 影响就太大了 那么 这是一种奖励吗 适当地满足 自己的好奇心 有助于保持 对世界的热爱 适当地满足一下 自己的娱乐感 有助于 调剂精神的紧张 但是 无限地进行下去 一定是一种灾难 于身体 会出现紧椎问题 经历问题等 于精神 会出现注意力问题 效率问题 不是一种奖励 甚至是一种惩罚 但我们不自知 上瘾了 随着这个循环 就走下去了 所以呢 要做得很简单 第一个 强行控制 远离手机 吃饭不看 开车不看 走路不看 睡前不看 上厕所不看 诸如此类 给自己制定规矩 二 以新的习惯替代 随便时间多 生活无聊 做事情没有规划 毫无章法 处于人生低谷等 都是刷手机的温床 土壤不好 长不出好的庄稼 这个时候 要去改善土壤 改善自己的现实生活关系 让刷手机 再也没有用武之地 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 有时候是勇气 有时候 是愚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说 极简好难 断舍离好难 可以如何断舍离呢 常常有人抱怨 极简好难呀 断舍离好难呀 道理我都懂 但是做不到 就是忍不住买 就是舍不得扔 就是想让家人 也跟着一起改变 所以感觉 好难好难好难呢 算了 不坚持了 回到老路上好了 一回去 马上熟悉了 舒服了 但是 只能舒服一阵子 很快就不舒服了 这里大家有一个潜意识 认为极简断舍离 应该是很容易掌握的 甚至是生而知之的 是一开始就很熟练的 但是很遗憾 极简断舍离 也是一种技能 什么是技能呢 就是需要学习 需要反复打磨 然后才能像卖油翁一样 为首熟耳 即使是吃饭 我们也是学会的 一生下来是不会吃饭的 只会吃奶 断舍离比吃饭要难 所以更要学了 学会了就不难了 所谓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无论学什么 学车 学钢琴 学跳舞 学书法 学绘画 学骑马 学滑雪 等等等等 一开始都觉得难 慢慢觉得还可以 慢慢觉得练熟了 简单了 记得我第一次滑雪 紧张得要命 生怕摔倒了 第一次骑马也是如此 肚子非常紧张 第二天非常疼 因为不会 越是不会 越是害怕 越是紧张 越是做不好 好消息是 这些都是可以学会的 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无一例外的 学会了走路 学会了吃饭 学会了说话 学会了刷牙洗脸上厕所 极简断舍离 也是可以学会的 所谓学 无非是自学 或者老师教学两种 自己看书琢磨 观察别人怎么做 这就是自学 自学需要毅力 需要更长的时间 忍受一些孤独 然后参加自学考试 过不了再学 过了就毕业了 跟着老师学习 好处是 会有先行者总结的经验 弯路都避免了 捷径也避免了 因为捷径都是假的嘛 老老实实 好好上课 好好复习 好好实践 好好做作业 这是最快的办法 就跟我们健身 找教练 学钢琴找老师 一模一样 这就是规律 学才能会 不学就是很难 自学慢 教学快 选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选个适合自己的老师 认真地学一段 其实不需要太久 三个月半年足矣 因为这毕竟不是微积分 不是天文学嘛 这是生活哲学 学会了 重要的是去用 用一生的时间 去实践 仅此而已 我们再来说说 情商不高 如何断舍离呢 情商不高 约等于 人际关系不好 这是大家的共识 这里所说的情商 不是玩弄全数 投机取巧 因为人都比较聪明 至少不傻 基本都能看出来 但是中国人呢 喜欢看透不说透 还是好朋友 不点破你 但是心里 已经把你拉黑了 表面上其乐融融 暗地里刀光剑影 这个不是高情商 真正的高情商 是发自内心的 让人舒服 大多数时候 这个情商高不高 跟怎么说话 有很大关系 常常听说这样的故事 某个人特别好 就是不会说话 一说话就伤人 结果大家都远离他 说到动情处 还很是遗憾 补充一句 其实他是个好人 这就好像说 你很有气质一样 间接地否定了你的美丽 说你其实是个好人 也间接地 否定了你的情商 为什么呢 人的本性所致 世界很大 但是人的本性 无非就那几种 谁都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 除非他是在真诚地 征求你的意见 但大部分时候 不是 人说 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它不是真的 在征求你的意见 它是让你说好看 人说 我男朋友怎么样啊 也不是真的 在征求你的意见 而是让你说它不错 你大可不必说 不好看 但是有人就会这样说 而且美其名曰 心直口快 心直可以 口快不可以 凡是快过大脑的语言 都会让你后悔莫及 这就是一种攻击 攻击自己没问题 攻击别人就不行了 没人愿意听 不是吗 因为这样的人 天生有一种负面情绪 看什么都看问题 瞧什么都瞧弱点 不仅对别人这样 对自己也这样 但是他需要这个攻击 他攻击别人 别人低人一等 他获得优越感 是的 这是获得优越感的 一种方式 老王买个别墅有什么呀 我要早两年炒股 现在也买了 这种话 谁爱听呀 看不惯挑毛病 有时候对方是有毛病 但有时候对方没有毛病 这样自己就丧失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因为你只有看到对方的优点 才有可能学习他 你觉得他什么都不如你 怎么可能学习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还有一个损失 就是损失了一个交朋友的机会 自己学不到什么 就伤害了对方 两个负面情绪 很可惜 这里负负不得正 而是负的二次方 如果你能给予对方肯定呢 看到优点就能学习了 促进自己的进步 而且对方也舒服 你得到一个交朋友的机会 正正得正 正的二次方 一个正的二次方 一个负的二次方 一个思维 让你丧失了四次方 很多时候 我们就输在这里了 但我们不是不让人真诚 真诚和心直口快是不同的 你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 表达真诚 就像爱情 爱一个人 所以我给你 我认为你喜欢的 这就是低情商 就是以自己为中心 如果你能给予对方他喜欢的 那就是真诚 是真爱 而不是以爱的名义 去占有 所以 如果你想做到高情商 或者想做到中情商 别说高了 太难 先从中等做起 能做到中等 就不输了 做到高等 有可能赢 那么 要做到下面两点 一 只要开始张嘴说话 就要先肯定 然后委婉地提出意见 假如对方确实需要你的意见 而且你又会委婉的话 二 只要开始张嘴说话 就说肯定的话语 或者真诚地表达自己确实不懂 所以看不出好坏 而永远不说负面的话语 言语往往最伤人 开口闭口都是智慧 一张一合之间 人生大有不同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目标难以完成 如何断舍离呢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制定目标 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循环 年初制定目标激情满满 一个月过去恢复平静 两个月过去感慨太难 三个月呢 基本就忘了什么目标了 四个月偶尔想起 五个月血糙一空 六个月呢 六个月还有机会 假如你看到这篇文章的话 我们制定目标经常犯的错误就是 假 大 小 空 多 所谓 所谓假 别人要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大家都在读一百本书 我也要读 别人要健身 我也要 但都不是从自己内心出发 想要做的 只要你内心是真的想要 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就极高 这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有的人被查出了身体三高 开始戒烟 要准备怀孕了 开始戒酒 因为这是必须的 大部分时候 我们是夜宫耗龙的 所谓大 我一年要买十套房子 就是太大了 大到根本完不成 像这样具体的目标 大家一听就知道不可能 但是那些不太具体的 就很难衡量了 比如 我想长高三厘米 这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是轻而易举的 对成年人呢 则是天方夜谭 所以了解自己的实力 是很重要的 所谓小 与大相反 远远没有发掘出来自己的潜力 年度目标 基本上一个月就完成了 所谓空 这个目标太空泛了 我要减肥 减多少啊 用多久 怎么减呢 这些具体问题不能回答的话 减肥 很容易沦落成一句空话 所谓多 单个的目标都没有问题 但是太多了 要减肥 要学情 要读一百本书 每天要写作 要旅行 要升职加薪 太多了 自然就完不成了 只有你的假 大 空 小 多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这个目标 才有实现的可能 除此之外 还要经常回顾 每周看一次 每月看四次 一季度看十二次 半年看二十四次 经常看 偶尔调 始终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 于我自己而言 目标最好只有一个 其他的小目标 都围绕这个目标进行 目标太多了 有时候根本记不住 连你自己都忘了 你说这能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吗 肯定不重要啊 重要的目标 是心心念念要做的 是非做不可的 是不做睡不着觉的 是动用所有心力去做的 只剩一个 会不会太少了 万一提前完成了 下面的时间 不是浪费了吗 没有这样傻的人吧 年度目标完成了 提前完成了 下面的时间 你可以制定新的目标呀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老人爱囤积 书和断舍离呢 如果因此和老人闹得很僵 实在是得不偿失 唯有彼此理解 或者说唯有年轻人理解老人 不要把自己的个人爱好 置于亲情之上 如果只是习惯问题 保持尊重 如果是健康问题 则要坚持原则 比如囤积的物品 所产生的细菌 比如已经发霉的食物 比如邋遢 比如不讲卫生 这些是应该纠正的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除此之外 随他去吧 如果你要断舍离 一定要避开自己的父母 如果你有热爱断舍离的父母 那你真的是非常幸运的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节内容我们来说说 微信群太多 如何断舍离呢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大多数人都会使用微信 也会加入或多或少的微信群 如果你是一个群主 你会发现 请人容易送人难 如果你是一个成员 你会发现 进取容易退出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不好意思 大家都是同时 亲戚朋友 把人踢出去 不合适吧 对方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呢 所以任其自由发展 最后好好的群 弄得没有人说话了 同样的 拉你进去的人 也是你熟悉的人 虽然不喜欢 但不方便拒绝 进去了想退出来 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近人情 这些想法 可能你也有过吧 于是就困在这里了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人生总是有很多两难 对吗 看着复杂的问题 背后一定有着简单的逻辑 既然你的逻辑是 退出来 对方就会对我有看法 影响我的人际关系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逻辑 是不是成立的 别人会有看法吗 可能会有 可能没有 因为也许你并没有那么重要 别人并不在乎 既然可能有看法 也可能没看法 那么我就认为 一定会有看法呢 因为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消极主义者 你倾向于认为 事情会更糟糕 因为你是一个自卑的人 自卑导致完美 你想让对方 永远认为你很好 不能有一丝一好的不好 那万一别人有看法呢 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 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你退群了 我对你有看法 于是我要上门找个说法 我要你赔礼道歉 我要和你割袍断意 以后视同水火 会吗 当然不会了 因为进一个群退一个群 实在不值得有如此大的反应 你进了 他不会觉得你有多好 你退了 他不会觉得你有多不好 因为小事情 不可能引起大反应 一个小石子投入大海 会有一些涟漪 但瞬间就没了 只有巨大的石块 持续的投掷 才能对大海 有一些影响 所谓 精卫填海 所以呢 人际关系的好与怀 在于 是否真诚 是否愿意付出 是否公平 是否有适当的界限 看看你身边 人际关系最好的人 一定不是微信群最多的人 同样的 微信群最少的人 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最差的人 而且 即使别人有了看法 影响了自己的关系 又如何呢 成年人 要懂得 所有获得 都有代价 所有失去 也都有收获 妄想一切好的都给我 一切坏的都离开我 这本身就是问题 我不要焦虑 不要抑郁 不要贫困 不要疾病 不要死 不要有青春痘 夏天不要热 冬天不要冷 好东西不要贵 好女人不要太难追 总是和大自然作对 大自然不折腾你 折腾谁呢 想进就进 想退就退 进退自如 不为所扰 否则呀 就关了微信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节我们来说说 总是扔不掉 树和断舍离呢 人有多聪明 就有多愚蠢 我们买回来 很多的衣服物品 如果喜欢就好好用 如果不喜欢就舍弃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却有很多人不明白 人们会觉得 我是现在不怎么喜欢这个物品了 但就是扔不掉的呀 然后问我该怎么办 仿佛全天下都欠他一个答案 仿佛他也委屈得很 喜欢就留下 不喜欢就扔 但有人就是会进退为骨 左右为难 倘若这个世界很大 就算了 比如恋爱结婚 选择了 就决定了一生的幸福 比如买房买车 毕竟是一笔很大的花销嘛 比如调整工作 也能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自己的生活 重大的问题 值得重大的考虑 也应该有重大的考虑 但是穿什么衣服 就不必了 你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 那么多的地方没去 那么多的人没团聚 那么多的书没读 那么多的美景没有看 那么大的世界没走一走 却在这里 为了这点小东西浪费时间 这就是浪费生命啊 有人会说 我也想扔 但是不容易啊 这就是搞不清楚 生命里的轻重缓急 不知道哪些重药 哪些次药 哪些微不足道 我说你扔 他说我舍不得 我说你留下 他说看着烦 这就像一个人骑马到了河边 先亲手烧坏了过河的桥 又亲手杀死了回家的马 然后坐在地上大哭 我该过河还是回家呀 你告诉他过河 他说没桥 你告诉他回家 他说没马 岂不知 这些都是他自己亲手毁掉的呀 我们不要做这个可笑的人 如果你留下这些衣物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还没见过谁因为衣服过多 出进医院的 如果你抛弃这些衣物呢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还没见过谁 因为丢了一些衣物 一贫如洗 心脏病发的 总之啊 这是一件小事 小事就应该快速处理 马上过去迅速遗忘 直奔未来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不想做个平庸的人 如何断舍离呢 平凡可以 平庸不行 如果你想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你一定要做的 想的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获得或者失去 皆是你的想法和行动所导致 想的一样 结果自然就和大家一样 比如说 如果我的孩子受的教育 和小区的孩子都一样 身边的孩子都一样 我凭什么要求 他与众不同呢 世界上基本有五种人 第一 夜功耗聋者 这一类人对什么都有兴趣 微商来了做微商 旅游来了做旅游 咨询很多热情满满 但一旦开始说 那真做吧 他就有很多的理由 打退堂鼓 所谓积极废人 第二个 夸夸其谈者 理论专家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博古通经 学贯中心 一个商业项目 分析的头头是道 按照他自己的分析 可以说 没有不成功的项目 但是呢 他就是不做 只说 第三 凹凹待补者 我也想做这个事情 是真的想做 但是我不会 我不懂 你要帮我 喂我吃管我拉 而且我什么也没有 我也付出不了什么 此所谓巨婴 身体虽然成年 思想依然在强保之中 第四 投机取巧者 这类人和前两种人不一样 他真的去做 一旦开始做了 其实就甩开其他人很远了 不过呢 他不愿意有什么投入 希望以小博大 急功近利 所以总是平凡的更换项目 第五 脚踏实地者 可以慢 不要停 可以笨 不要懒 蚂蚁搬家 水滴石川 假以时日 一定有所成就 而且现在人均寿命提高了 医疗营养水平都提高了 你有大把的时间 不要着急 一定可以超越 就像爬山一样 有人去得早 但到山底下就休息了 有人爬得快 到半山腰就累晕了 有人只在家里 说爬山如何容易 有人围着山平乐 应该从哪里爬更好 有人希望别人 背着自己上去 还有人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就回去了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人生任何人都不是过客 不是拍个照就可以了 要去参与 深度而热烈地参与 成功从来就没有秘诀 就是做 坚持做 大到至简 因为看起来太过简单 所以很多人不信 认为成功这么高档的事情 一定有很复杂的理论 没有 真的没有 现在信我 还来得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段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看不惯朋友圈三天可见 属何端舍离呢 本来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话题 朋友圈好像一个人的家 他愿意三天可见 半年可见 愿意发什么 不发什么 愿意打开还是关闭 愿意删除某个人 还是拉黑某个人 那实实在在都是这个人的自由啊 简单而言 他愿意如何就可以如何 想一想自己在家里 愿意躺着还是站着 愿意看湖南卫视 还是浙江卫视 愿意做饭还是订外卖 那不都是你的自由吗 抱怨别人三天可见 实在是没有必要啊 而且一个人的三天可见 真的对你的生活影响这么大吗 那我们未免也太过玻璃心 太过矫情了 因为人是不同的 个性也不尽相同 你刚到一人家里做客 客厅仔细观察一遍 还要进卧室 还要主人把小时候的故事 全部讲给你听 如果主人愿意呢 那挺好 如果不愿意 也应该给予理解嘛 有人愿意三天可见 什么也说明不了 并不见得就是拒绝了你啊 有人愿意一直可见 也说明不了什么 不见的这个人就豁达开明 要知道 这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时间而已 但往往我们太懒惰了 就是想通过孤立的事情 来判断一个人的全部 这实在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大问题 处女座一定有洁癖 断舍离的人一定拥有过丰富的物质 没经历过怎么可能知道呢 爱读书的人一定有学问 诸如此类的结论 根本经不起一搏 但是我们太懒惰了 懒得思考 所以呢 把人分为十二个星座 九种人格 把这些当作娱乐玩一玩可以 如果对此认真 那真的是很不成熟了 世间万物 错综复杂 不存在所谓的一定 尤其是人 更是复杂之复杂 有人说 强大的人一定宽容 这话没错 但是强大的人会永远强大吗 他有没有虚弱的时候呢 虚弱的人一定不宽容吗 他有没有宽容的时候呢 强大如草操 你说他宽容吗 那么多人勾结敌军袁绍 胜利后他把所有往来书信 复制一句 不再追究 的确宽容 你说他不宽容吗 杀杨修 杀孔荣 杀华佗 的确不宽容 人 是复杂的 莫再用简单的标词 来衡量 我们再来说说 喜欢乱买 如何断舍利 很多人断舍利很久了 还是会有买买买的冲动 怎么办呢 这说明自己在购买的时候 脑子还是糊涂的 不是清醒的 原则是模糊的 不是清晰的 你只要试着问问自己这几个问题 就能有效地管住手 不用剁手了 一 为什么买这个物品 是好看还是有用呢 以要买一条牛仔裤为例 这个裤子很好看 自己也喜欢 裤子当然有用了 二 是必须买吗 不买不行吗 如果我真的缺少 不买肯定不行 如果不缺少 到这一条就停止了 第三个 是自己所能挑选 所能支付能力之内最好的吗 一般人不是 因为贪图便宜 还是人的本能 这个所谓最好 不是去做冤大头 而是要物有所值 在我看来 几百块的牛仔裤已经足够了 买几千块的没有必要 不要去追那个最好 四 买回来放哪里呢 放衣柜里 衣柜里还有空间吗 第五个 这件物品能带给自己什么益处呢 它和以前的牛仔裤有什么不同啊 除了心之外 是更舒服 更合体 还是别的什么呀 第六个 自己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物品吗 大部分时候是有的 谁没有几条牛仔裤呢 第七个 买回来使用频率是多高呢 会经常穿吗 一周一次 还是一月一次呀 有时候看上一个小礼服 买回来却很少有参加酒会的机会 八 保养 清洗 维修成本高吗 真思等高档面料 购买之前就要想好 越好的东西 伺候它的成本越高 你是让它为你服务 还是让自己 为它服务呢 九 没有这件物品 我的生活 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没衣服穿了吗 影响大吗 还是小啊 十 如果不再需要了 处理起来方便吗 买个稀奇古怪又少见的物品 就等着纠结吧 当你不用的时候 扔掉可惜 卖了就没人要 就像买车一样 保有量高的车 永远是保值率高的 只要你问问自己 这十个问题 回答都是yes 买回来的东西 一定是合适的 有一个回答是no 就不要买 你可以把这篇文章 打印在你的随身衣物里 或者贴出来挂在墙上 每次购物的时候呢 把这十条作为铁律来遵守 你一定能关注手 因为即使回答都是yes 商场也可能打烊了呢 想买也要明天了 而一旦过夜 人就理智多了 不再冲动的时候做决定 应该是一个有益的人生准则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节内容我们来看看 难以坚持如何断舍离呢 断舍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一开始我们会丢掉很多不喜欢的东西 很多早就看不顺眼的东西 很多堆积 但一直没有处理的东西 这个算断舍离吗 勉强算 但实在是很勉强 因为我们丢的 都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东西 这就好比丢垃圾一样 丢垃圾有什么好说的呢 垃圾桶里的残羹冷制 本来就不该放在屋子里 只不过你实在太懒惰了 所以积压下来了 这第一步只能算是本能反应 甚至如果有的人愿意接收你的物品 你应该表示感谢 因为你不要的恰好有人需要 让你有一种物有所值的欣喜 所以感谢那些愿意接受你物品的人吧 第二个阶段呢 断舍离终于开始了 垃圾已经扔完了 再扔东西多少都会有心痛的感觉 一一不舍也好 不情不愿也罢 当初花钱买的 某某人送的 就这样白白扔掉 真的是罪过呀 但是成年人要记得 你所有做过的事情都是有成本的 现在不过是吃完饭了买单而已 我们在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饭店的霸王餐不能吃 生活的霸王餐也不能吃 必须买单 无论如何的磨蹭纠结 总有一个不变的事实 这些物品并不是你十分钟爱的 否则你就不会犹豫了呀 马上留下一个都不能丢 这就好比爬山 爬到了半山腰 是最难的时候 体力费了很多 山里还遥遥无期 如果就此下山会舒服很多 但是你下去了 就不可能再上来了 咬牙切齿顶过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来了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针对自己喜爱的 喜欢的怎么还要扔呢 不是要扔 是不得不扔的时候 要知道放弃 不是吗 我们喜欢的物品 也许会早早地卖完了 我们喜欢的人 未必喜欢我们 我们钟爱的工作 却被他人抢了去 辛辛苦苦定的一套房子 房主却不卖了 那么钟爱自己的身体 却生了病 当年如此风华绝代 却也不得不垂垂老去 甚至到最后的最后 无论我多么爱这个世界 终究也要永远地离开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自己喜欢的 都是自己舍不得的 都是自己需要的 但我们必须舍弃 当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的时候 你不愿舍弃 想死死抓住 只会带来无边的痛苦 相反 如果你有一颗出离心 能够坦然放下 那这痛苦就会减轻许多 甚至会有平静心浮现 这就是断舍弃的最高境界 舍弃自己喜欢的 为之喜舍 只有如此 才能做到断舍弃的离 真正的出离 真正离苦得乐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弃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不知道旅行带什么 如何断舍弃呢 对于旅行出门带什么 我的经验是 一个双肩背包就够了 至于这个背包里装什么 有很多简有回问 我曾经写过相关的文字 但是每个人情况都不同 带什么还真是 因人而异的事情 但也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简单方法 就是制作自己的 旅行物品清单 做一个简单的表格 往里面填东西 第一次可能 不一定能尽善尽美 但是随着旅行次数的增加 慢慢的 你就能够知道 自己带什么了 临出发之前 对着清单 检验一遍物品 就能够做到 没有什么遗漏 又简单又方便 我的清单是这样的 一 电子产品 手机及充电器 这是现代生活的必须 刮胡刀 不用带充电器了 因为充电一次 基本上用个十来天 没问题 除非长途旅行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充电 充牙器 我们的牙齿靠牙刷 是刷不干净的 同样充好电即可 蓝牙耳机 坐车的时候 听听喜马拉雅 很不错 鼻毛修剪器 和刮胡刀 是一个主体 换刀头即可 电子书 可带可不带 短途旅行 不是去看书的 偶尔想看 手机上 有阅读类的APP 就可以满足 第二 服装鞋帽 一 短袖梯两条 一黑一白 二 短裤一条 三 长裤一条 四 连帽防雨外套一件 既能防晒 而且戴帽子 一般小雨也能应付 让你不至于淋雨感冒 外出感冒 可不太好了 五 球鞋一双 日常穿着 六 跑鞋一双 在北京跑步是一回事 旅行在外的时候 在西湖旁边 在卢姑湖旁边 那种奔跑的感觉 神仙一样 七 袜子两双 八 帽子一顶 九 内裤两条 十 太阳近 第三类 洗漱用品 一 洗面奶 洗发水 护发素 保湿霜防晒霜 分装在小瓶子里 不超过一百毫升 坐飞机 是不用脱运的 二 牙刷牙膏 都带自己的 不用酒店的 即卫生 也是一种环保行为 三 预求 四 洗衣液 及时清洗 及时晾晒 用小瓶子 装点洗衣液即可 五 棉签若干 第四类 生活 及应急用品 一 维生素补剂 二 感冒药 创可贴 三 身份证 驾驶证 五 书一本 带一本适合反复阅读的书 看一遍再看一遍 读透 很有收获 把所有这些 制作成一个简单的表格 就OK了 那各位朋友 你在旅行的时候 会带哪些物品呢 以上的清单 是否能够满足 你的日常需要呢 您又有哪些好的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同分享 下一集 我们来说说 没有界限感 如何断舍离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序言 我的上一本书 以极简的方式去生活 出版已经一年了 这一年来 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是更好了 还是更糟了呢 是更简单了 还是更复杂了呢 无论如何 时间毫不留情的 也非常公正的 一分一秒的失去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 更紧了 所以呢 抓紧一切时间 去过足够少 足够好的极简生活 是值得每一个人 去做的事情 在带领大家 实践极简生活的过程中 我发现 物品背后隐藏的 都是人格 心理 而人格 心理不改变 无论是断 还是舍 都变得很艰难 所以这本书呢 更加侧重讨论 理念的改变 理念变了 人就变了 人生就变了 如果你是一个 极简生活的初学者 我建议你 从我的第一本书 以极简的方式 去生活开始学习 里面有理论 更有方法 易于上手 如果你是一个 极简生活的中学生 那么这本书 实在太适合你了 相信读完之后 你会变成一个大学生 准备好了吗 我们正式开始 断舍离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没有界限感 如何断舍离 一位简友向我咨询 说自己和家人关系不好 很受控制 情绪不好 咨询过后呢 他的心情变得很好 但是过了几天 他告诉我说 自己按照咨询的成果 和家人划清界限 但是效果很差 我问他具体情况 他说 家人告诉自己做什么 自己就反驳回去 过了几次之后 家人就说 那你随便吧 反正你也不听我的 自己很被动 家人很伤心 问我为什么 是划清界限错了吗 不是的 是方法错了 很多简友是遇到 一时的生活困境 前来咨询 几个小时以后呢 心情能获得 显著的改善 但是要知道 生活的问题 依然存在 解决他需要 更长时间的咨询 和陪伴 如何划清界限呢 一 要慢 关系的形成 是两个人 长期配合的结果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配合 大家不要以为 自己是受害者 你不配合对方 他怎么害你呢 他往里进 你往后退 界限就这样 一步一步的丧失了 如果从一开始 就像守卫国土一样 寸土必争 来了就打回去 时间长了 就有了自己的国防线 二是长期 少则几年 多则几十年 一次两次 行不成习惯 需要时间 来喂养他 既然是长期行程 互相配合的 现在你知道 不配合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还需要长期 才能改善 比如你们的关系 有二十年了 那改变它的话 以我的经验来看 至少需要 十分之一的时间 也就是两年 如果你期待 一周或者一个月 就彻底扭转局面 那就会引起 对方的大爆发了 二 要少 从前你是 言听计从 百依百顺的 百依百顺 什么意思呢 一百个命令 一百个执行 如果想划清界限的话 不要一开始 就百依百不顺 要给对方以缓冲 全面的彻底的否定 是圆景 但一口吃不了胖子 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知道 要有计划 划清界限 也是如此 从百依 九十顺开始 大体还是顺从的 但有百分之十 已经开始不顺从了 一点一点的深入 逐步达到自己 最终的界限感 一开始 你是每年 按时向大国进贡的 这一年开始 说少给点吧 经济形势不好 明年呢 再少给点 甚至后年 还可以多给点 但总体 是越来越少的 三 要巧 怎么巧呢 花清界限 不是愣头青一样的 我这也不干了 那也不干了 谁也别管我 我委屈这么多年了 现在开始全面反抗 不对的 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说什么不重要 做什么才重要 话要软 行动要硬 你告诉我做什么 我不跟你吵 也不跟你闹 但是行动上 默默地开始不做了 不配合了 不那么配合了 语言还是可以很柔和的 至少平心尽弃的 以免引起敌人的大围剿 四 要小 怎么小呢 从小事做起 不要一开始 就从最大的事情做起 这和我们做事情 是不一样的 做事情呢 是先提出最大的障碍 其他的就顺理成章了 关系的扭转呢 要从小事开始 不要一开始就说 我不结婚 不生孩子 我要辞职等等 这都是生活的大事 大事就会有大反应 大反应 就会给你大压力 一开始 你可能是受不了的 从小事开始 就像断舍离一样 先扔几双袜子看看 没反应呢 就扔几双鞋 有反应 再回来一点 扔几双拖鞋 从小开始 整体是向上的 所以 要慢 要少 要巧 要小 不要小看这些点点滴滴 水滴石穿 胜利 在前方 等着你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家里很丑 如何断舍离呢 我看过很多网友家的照片 断舍离之前一片狼藉 断舍离之后 自然是整洁了不少 却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 看起来还是不好看 总觉得哪不对劲 哪不对劲呢 其实很简单 你的家具太丑了 不幸你可以把家具 全部搬空之后看看 空无一物的感觉 都比有家具要好看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 同样一个空间 放丑的东西就丑 放美的东西呢 就美 大部分的家庭是怎样的呢 一个老旧的沙发 一个廉价的电视柜 一个傻大黑粗笨的茶几 几个歪歪扭扭 凑在一起的架子 这当然不会好看了 如果每一个单品都好看呢 至少要保证每一件家具 单独看起来是很美的 有人讲 那搭配不起来也会不好看呀 好像上身一件路易威登衬衫 下身一条耐克运动裤 再加一个雕容的外套 每一个都很美 但是搭配起来却很丑 这是个高级问题了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是设计师 而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是找到一张自己喜欢的图片 照着买 颜色 款式 材质都要保持一致 第二是足够少 房间里就一个沙发 一张桌子 怎么都能搭配起来 不需要你有高深的设计审美能力 这就跟人一样 鼻子 眼睛 嘴巴都好看 搭配起来至少是八十分 如果都难看 那就只能看内涵了 所以试着去买一些更美的家具 如果还能配上绿植和阳光 灯光 那这个家就很完美了 如果还能有一个相爱的人 和可爱的孩子 它这就是个一百分的家庭 因为没有爱 再美的家 也是一副空壳 接下来我们分享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如何断舍离呢 一位前友告诉我 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十年了 朝思暮想始终难以忘怀 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断舍离 但就是难以抹去 即使自己已经娶妻生子 对他还是想如飞飞 我说 最适合你的人 其实还是你妻子 我说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得到了未必合适 我说 你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我当然没有这么说 这些言语 很像大家通常碰到的 身边朋友经常说的话 没有什么用 对不对 既然没用 我是不会说的 我所做的唯一事情 就是让他看清真相 他喜欢这个女孩 到底为什么喜欢呢 这个女孩 果断 逻辑思维能力强 分析能力强 说话不拖泥带水 心理素质机甲 这一切与他恰恰相反 他优柔寡断 自卑 感性大于理性 容易受情绪影响 那么 他爱上的是谁呢 他爱上一个完美的自己 一个幻想中的自己 不过这个女孩 恰好具备了这些特点 满足了他的幻想 很不幸 他成了他的一个 投射性客体 我们身边 有这样一种现象 越是穷困 越是喜欢有钱人 越是肥胖 越是喜欢健身教练 越是个子矮 越是喜欢打高个 打高个有什么好处呢 高中的时候呢 我为自己太高 非常自卑 都不好意思站直了 但是对于矮个子来说 他就是喜欢 因为他渴望成为高个 最后就分不清 是投射 还是真爱了 从他经常做的一个梦 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经常梦到 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两个人有说有笑 非常甜蜜 好像一对恋人一样 但是他们很少亲密动作 甚至牵手都不多 性关系更是从来没有出现 这说明什么呢 梦是愿望的达成 也是潜意识的反应 他内心深处 并不渴望和他成为恋人 结婚生子 他渴望的是一个完美的自己 和一个完美的自己在一起 充满一种巨大的喜悦 是自我实现以后的满足感 谁会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呢 没有人会 所以他们没有性关系 因为他和他自己在一起 那个女孩只是一个寄托者 从他在整个咨询中的状态 也可以看出来 他始终有说有笑 比较轻松 这不像一个饱受十年 相思之苦的人的样子 我接待过饱受思念煎熬的简友 他们往往是话没说三句 眼泪掉了一大盆 最终我们走过四季 走过大街小巷 走过树叶黄了 犹豫之后 就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 在适合的人里找一个喜欢的 或者在喜欢里找一个适合的 喜欢加适合 就是完美感情的样子了 所以 你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极简后家里不温馨 如何断舍离呢 单从字眼来看 极简和极复杂矛盾 和极多矛盾 似乎难以营造温馨的氛围 简和温馨 在很多人看来 是扒杆子打不着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呢 为什么很多人 把家里一金简 就弄得冷淡了呢 就不温馨了呢 因为装饰时 只懂得黑白灰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 有天然的冷淡 极简并不是只能用 黑白灰这样的颜色 冷淡可以极简 温馨也可以极简 你看寺庙里的建筑和僧人 身上穿戴都不是黑白灰的 但依然有极简之美 为什么呢 只要足够少 就可以极简 无论你是用黑白灰 还是僧服的橙黄色 但你只会用黑白灰 就难免流于冷淡了 想温馨就用温暖的颜色 橙黄 红 粉 浅棕 都是很温暖的 用这些颜色就能温馨 但是切记 我们要的是温馨 不是热到爆炸 一污子的黄色或者粉色 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就像吃饭一样 全是甜品 厚的黄 全是素菜淡的黄 全是肉菜腻的黄 全是主食椰的黄 全是糖水寡的黄 这家里跟吃饭一样 要有主食 而且是健康主食 如紫薯 玉米 糙米一类 要有汤水 有青菜 有一点点肉 再有些饭后水果 这样就更健康了 家里呢 第一个 有主色调 可以是白灰 因为比较百搭 颜色没有侵略性 黑色就不行 一污子黑色 碱是碱了 但是吓人呢 二 有辅助色调 如果你想显得很温馨 辅助色就可以是温暖的颜色 如果你不想 辅助色依然可以选择 与主色调和谐的色调 三 重点色 这里说的重点 不是整体面积占大多数 而是比较出条 好像日本异技一样 满脸白色 突然来一个红唇 就很出彩 重点色选用温馨的颜色 一个花瓶 一个水杯 这些小物件 用重点色 既能保证极碱 还不是温馨 我们再来说说 收拾好了容易乱 如何断舍离呢 家里为什么容易乱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的收纳地点 距离使用地点太远 我们每个人在家里 都有一个主战场 也就是说 待在家里时的主要区域活动 这个区域或者是餐桌 吃饭工作做手工等 都有可能在这里进行 也可能是茶几 在这里休闲放松 平民聊天 偶尔再小酌一下 一旦这个区域活动多了 战斗多了 那么战斗垃圾就可能很多 以餐桌为例 如果餐桌 兼具就餐和办公 两个功能的话 吃完饭 你要收拾碗筷到厨房 然后擦洗干净餐桌 把电脑摆上来 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功能 就需要餐桌满足以下条件 距离厨房比较近 能够比较方便地 把餐具收拾进去 餐桌旁边 有放置电脑鼠标的区域 有可以充电的地方 能够方便地取用 不过呢 难得不是取电脑 难得是放回去 离得远 附近没有收纳的地方 就懒得放回去了 一个懒得放 两个懒得放 多了之后 这里就成了一个 狼藉的战斗场了 茶几也是一样 在这里喝茶 就要考虑茶具和茶叶 如何收纳 在这里瓶酒 就要考虑酒具如何收纳 茶几带一个小抽屉 就方便得多 或者是双层的也可以 切不可模仿杂志上 看起来确实非常极简 但是东西放不下 久而久之就乱了 毕竟生活是热腾腾的 是每天反复发生的 不要高估自己的勤快了 还有一个地方 玄关 这里一定要安排好 放置物品的地方 鞋子 进门脱下的衣服 包 手机 钥匙 钱包 手表 眼镜 雨伞 帽子等等 规划不好 就容易乱 进门脱了鞋 外套要放到卧室 包包扔到客厅 钥匙丢到餐桌 数字一来 不乱才怪的 现在快递比较多 如果能在玄关 放一把材质刀 和一张小凳子就好了 可以直接在这里 打开快递箱 把垃圾留下 待出门时扔掉 小凳子 还可以在你换鞋时 提供注意 让你不会因为 单脚站立穿鞋而亮枪 厨房 卫生间 更是如此 就不一一赘述了 只要记住一个原则 使用某个物品的地方 一定是 收纳某个物品的地方 这样 才能保证 取用方便 随取随用 随用随还 这样 你的家 就不再是一个战场 而是一处和平的 宁静之地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喜欢买便宜东西 如何断舍离呢 断舍离有一个妙招 就是提高购买物品的单价 马上有人会站出来反对 这不是浪费吗 不要着急 简朴是只选便宜的 这个简是节简的简 而简朴呢 却是选对的 这个简是简单的简 也许会贵一些 但只要对了就可以 而且 真的是浪费吗 如果你买了一个便宜的东西 第一 物品本身质量一般 很快就损坏了 第二 你使用起来呢 也不怎么珍惜 很快也损坏了 更重要的是 在整个使用过程中 伴随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体验 学者把购买的价格提高一倍 甚至两倍 一来呢 可以降低物品的购买数量 金钱一定的情况下 数量和价格是称反比的 总共一千块钱 买单价五百元的衣服 只有两件 买单价一百的衣服 就有十件 二来呢 可以提升使用的幸福感 试一试实木的餐桌椅 和密度版的 有什么区别 试一试真思的床品 和一般的唇棉 有什么区别 试一试使用先进科技的跑鞋 和一般的跑鞋 有什么区别 试一试就知道了 好的东西 自然有好的价值 每天工作生活那么辛苦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购买一些足够好的物品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抚慰吧 或者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投资 下班以后 去设施齐全的健身房 穿上亚瑟斯的跑鞋运动一番 回家用精美的餐具 吃点健康餐 用经过过滤的水泡一个澡 点一只天然的香烛 躺在舒服的床上 缓缓入眠 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 好的物品就像好朋友 岁月不仅不会让它失去美丽 反而令它越发迷人 从今天开始 给自己买一些 真正钟爱的物品吧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晚睡晚起 如何断舍离呢 我现在基本上 每晚十点左右睡觉 早晨六点左右起床 有时候早一点 有时候晚一点 没有那么严格 但大致下来 睡眠时间都是约莫八个小时 因为我是婴儿睡眠 真的需要八个小时左右 我也试过睡五六个小时 早晨是能起来 但是上午就困了 有人经常问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直都这么规律吗 当然不是的 我也年轻过 也喜欢熬夜 喜欢晚上和朋友们 一起喝酒聊天到很晚 第二天自然起不来 但后来呢 年龄大了点 就不喜欢那样的生活了 慢慢地养成了 早睡早起的习惯 没错 是习惯 什么事情一旦养成习惯 就简单多了 不需要太费力就能做到 那一开始 如何养成呢 记住 早起的关键在于早睡 而不在于早起 只要能早睡 早晨自然睡不着了 如果晚睡了 早晨自然醒不了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怎么才能早睡呢 想一想睡觉时是什么状态 很安静的 对不对 没错 如果想早点入睡 一定要让自己在睡前安静下来 想让情绪平静 就要做到睡前两到三个小时 第一 不做剧烈运动 否则神经系统兴奋 平静不下来 第二 不看手机或者电脑屏幕 因为这些都是有光亮的 会让大脑认为还在白天 褪黑素分泌不够 就睡不着 第三 不接触一切 引起情绪波动的东西 比如看朋友圈 看恐怖片 思前想后等等 只要你能做到 让自己平静 顺利入眠 是自然而然的 但还有的人 就是喜欢思虑怎么办呢 第一 要去解决这个 引起你思虑紧张的事情 事情解决了 情绪就平稳了 第二 要提高自己的个人修为 尽量不要把这些烦心事 放在心上 天大地大 不如吃喝拉撒睡觉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疾病导致失眠 比如抑郁症导致等 这些就要去看医生了 大部分的失眠 用这些方法都能解决 试试看吧 记住 不要用喝酒来助眠 喝完酒的确可以快速入睡 但是会频繁醒来 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所以喝了酒的人 第二天没精神 同样睡期八个小时 十点左右睡 六点左右起 很精神 凌晨凉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分享 东西太多 如何断舍离呢 如果说家里保持干净 整洁通透的办法 只有一个的话 那一定是少 少了就不需要整理了 少了就不需要 为收纳头疼了 如果说还有其他 补充方法的话 我想有几个方面 一 前期规划 家里四口人 八十双鞋子 你做的鞋柜呢 只能放六十双 无论如何都放不下 这就是 前期规划的问题 规划有问题 无论你能力有多高 还是会乱 因为有二十双鞋 无家可归呢 他们就会找你的麻烦 二 中期断舍离 家里四口人 八十双鞋子 减少到了六十双 鞋柜规划的也蛮好的 正好能放下 不多也不少 但是如果我们的购物欲望来了 大肆泛滥了 又买回来二十双 而旧的鞋子又不舍得扔掉 这样一来 又无法管理了 三 后期整理 家里四口人 六十双鞋子 鞋柜放进去刚刚好 但是老公孩子 不喜欢放鞋柜里 喜欢到处乱扔 这个时候 就需要你每天整理好放进去 就需要大家一起养成 物品归位的习惯 家里就不会乱了 这三个方面 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 但少 一定是关键 因为前期规划一旦确定 就无法改变了 而且 你家里是六十平方米 还是一百平方米 这也是确定了的 在有限的空间里 无论你如何高明 闪转腾挪 它的物理容量 一定是有上限的 但欲望 是无限的 再大的空间和欲望比起来 都小得很 所以要少 而且 你的整理技巧再好 都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 何况 谁愿意一辈子花在整理上呢 只要每天整理物品的时间 超过半个小时 就令人觉得乏累 长此以往 索性不整理了 于是呢 家又恢复原样了 聪明的人 懂得让物品变少 这是本质 在这个基础上 整理收纳 不懂得变少 一味地增加数量 却寄希望于 整理收纳来改变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来说说 家人不同意 如何断舍离呢 如果说断舍离 有什么困难的话 家人的反对 一定是第一位的 因为管理自己容易 管理别人就很难 这跟开车一样 自己开车 想刹车还是加油 前进还是倒车 完全由自己掌控 别人开车呢 他就不听你的了 你说左转 他偏要右转 所以矛盾 就产生了 这个矛盾的核心理念是 你要按 我想的生活 可惜凭什么呢 平白无故是不可能的 于是有人劝你 管不住别人的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如果你能听 那当然很舒服 很自在 世界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过得依然自得 但凡夫俗子 总是想改变一下别人的 想掌控一下别人的 大多数鸡汤的问题 就在于 只说到管好你自己 就结束了 管得好 是你听了我的教导 我厉害 管得不好 是你做得不好 你无能 无论你做得好与不好 都和老师没关系 这不是耍流氓吗 简书不是流氓 不保证你能解决问题 但可以给一些建议 要想说服家人 或者想要说服任何人 一 以礼服人 二 以情动人 三 以利与人 我的一个咨询者 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想解决掉家里的插发 先生不让 理由很充分 还有用 他的理由也很充分 不喜欢 老公觉得还有用 老婆觉得不喜欢 矛盾就发生了 然后呢 就会争吵下去 然后就会扩大化 说你一直对我不好 不在乎我之类的 然后互相生气 互不理睬 过几天再和好 抽而复始 几年就没了 抽而复始 十几年就没了 抽而复始 几十年就没了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以利夫人 这个沙发还有用 是凑合用 还是基本能用 还是正常使用 这都不一样的 老公说的还有用 是说 有沙发的功能 老婆说的不喜欢 不能用 就是不舒服 不美观了 发现了分歧 在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 先肯定对方 的确还能用 这不是让步 这是事实 真的在使用 然后呢 告诉对方 这个沙发的 扶手太窄 上次放一个杯子上去 差点打翻了 烫着自己 这个沙发颜色 和其他家具 不配套 朋友客人来了 感觉很不好 影响我们的形象 这个沙发的弹簧坏了 老公你躺着 对腰不好 尝此以往 得不偿失 第二个 以情动人 更简单了 老公 我不图吃不图喝 天天伺候一大家子人 现在想换个沙发 舒服一下 不可以吗 这个沙发是还能用 但我想换个更好的 想对自己好点 对自己好 自己舒服 家里人 也都能感受到我的好 一家人都会好呀 讲情感 胜过讲道理 愤怒的时候 更不要讲道理 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 讲理 去外面 第三 以利与人 你不是一直想买 那瓶珍藏的红酒吗 我买个沙发几千块 你买瓶红酒几万块 我同意了 你也同意我 公平交易 有人说 那多浪费钱呀 老公也挣钱呀 让他花点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聊一聊 总是浪费 如何断舍离呢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观念 人一辈子是有定数的 这个定数可以理解为命运 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你吃的喝的用的 也是有个总数的 一辈子就能吃那么多东西 吃够了 人就走了 所以饭要吃七分饱 不仅对身体好 也是对生命的珍重 呼吸也是有定数的 越是短促 次数的消耗就越多 所以几乎所有的修行 无论哪个宗派 都讲究悠长深远的呼吸 物品呢 物品也是有定数的吧 只有那么多的衣服 买得越多 穿得越快 这生命也就消耗得越快 乍一听 也许不可思议 但仔细想一想 每次购买一件衣服 出去逛街 货币三家 买回来要穿 要洗 要熨烫 哪一项不是耗神的事情呢 神耗散了 就难去 人也就轻飘飘的 没有踏实感了 也许有人会说 那么多达官显贵 明星大腕 也买很多物品啊 也一定是败坏生命吗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一些 就自己耗散了 还有一些呢 是很多助理 帮着他们 打理这些身外事 所以即使看起来 他们的物品非常多 却并没有耗散 自己的心神 有人替他受过了 我们一辈子 勤勤恳恳 与人为善 盼望修得一些德行 能有许多福分 应及子孙 但如果忘了 从身边做起 去浪费很多的物品 任性购买 买了不用 用了不久 兜兜转转之间 这些福分 也都散掉了 所以 爱惜物品 就是珍惜福分 每一样物品 都谨慎地购买 爱惜地使用 果断地丢弃 就是人间的 一种福分了 我们再来分享 想要无尘埃 如何断舍离呢 据说南北朝的时候 佛教禅宗传到了 第五祖 红忍大师 当时他手下呢 有弟子五百余人 其中 乔楚是大弟子 神秀大师 五祖要在弟子中 寻找一个继承人 所以就对徒弟们说 大家都做一首 有禅意的事 看谁做得好 就传一波给谁 神秀写了一首 意思是 要时时刻刻 照顾自己的心灵和心境 通过不断修行 来抗拒外面的诱惑 这是一种入室的心态 强调修行的作用 厨房里的一个火头僧 慧能禅室 也做了一首诗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首诗呢 就很契合禅宗的顿悟理念 是一种出世的态度 世上本来就是空的 看世间万物 无不是一个空字 心本来就是空的 就无所谓 抗拒外面的诱惑 任何事物 从心而过 都可以不留痕迹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呢 众说纷纭 但其中蕴含的道理 却可以借鉴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假如我们的物品很多 那么就需要大量的精力 去整理收纳 并且效果也不怎么好 浪费时间搞坏心情 久而久之呢 就不想做了 如果这个时候 再控制不住购买的欲望 东西越来越多 更是麻烦 如果少了呢 那就不需要了 我是太有这种体会了 物品足够少了之后 哪儿哪儿都是空间 做卫生也方便 甚至成了一种享受 出门也不需要纠结 带什么东西 衣服就那么几套 运动就穿运动服 出席略微正式的场合呢 就穿正式点的那一套 平时呢 就穿牛仔裤 牛仔裤就那么两条 一条黑的 一条蓝的 想穿哪个穿哪个 哪个脏了就洗一洗 穿干净的出门就可以 包包也是一样的 打篮球就带篮球包 平时健身郊游 甚至外出旅游 就一个双肩背包 如果场合略正式呢 就带上一个公文包 事实上我最近发现 有些商务场合 带个笔记本电脑 就足够了 少了真好啊 再也不必纠结了 食物少买一点 每次都吃新鲜的 朋友也少一些 每次见面都亲切得很 分别时恋恋不舍 试试看 衣服不超过六十件 家具面积 不超过房子总面积的三成 就这两样 就让你有很多的自由 很大的解脱感 所以 物品多 就要情服饰 不然惹尘埃啊 物品少 本来无一物 就没有尘埃了 我们所说的无一物 并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 而是足够的少 越少越开心 越少越自由 这一点上 和禅宗的理解 是共同的 毕竟 禅 就是把一切多余的 削减到极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想要家里变美 如何断舍离呢 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 几间以后 我们的物品 应该会越来越少了 物品少 空间大 看起来就空荡荡的 记得有一次 一个简友告诉我 他家里现在空荡荡的 说话都有回声 吓人 我让他把照片给我看 确实物品很少 但是房间不美 不够美 就没有生机和火力 不能给我们以安慰 大部分人呢 缺乏高级的审美 所以只能靠 五颜六色的物品 来充斥空间 获得一种虚无的 富足感和充实感 而一旦开始断舍离了 物品少了 这些物品的弊饼 就显示出来了 物品越少 对质量的要求越高 以前目光可能还会被分散到房间各个地方 但现在不会了 现在是把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为数不多的物品上 想想看 所有的聚光灯 都打在一个廉价的塑料矿泉水瓶上 是什么感觉啊 廉价感被增强了 如果所有的聚光灯 都打在一个充满质感的陶瓷瓶子上呢 美感被增强了 所以 我们要增加物品的美感 买一件物品的时候 就想一想 这个 我能用一辈子吗 好的物品 充满丰富的能量 即使数量不多 也能给空间以墙有力的加持 引导人的心绪 走向安静 富足 美好 以一把红木椅子为例 只是看着 视觉就有享受 闻一闻 还有木头的香味 敲打一下 清脆的声音 甚是悦耳 坐上去 不自觉的昂首挺胸 好像有了浩然正气 所以呢 好的物品 才养人 而使用好的餐具呢 好像食品 也更好吃了 所以 在买东西的时候 先问一问 够美吗 别再说极简 就是性冷淡了 那是刚开始 学极简的人 这么认为 你都学这么久了 该上初中了 我们再来说说 物品总量总是增加 如何断舍离呢 我们有很多简友 不知道怎么开始断舍离 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你可以每天 扔掉一样无用的东西 这样能保持存量 不断减少 但是问题来了 虽然存量不断减少 如果还一直买买买的话 一旦买大于扔 物品还是增加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自己 定一个规矩 买一件 丢一件 这样 至少能保证 总量不增加 总量不增加 存量不断减少 任你有八万四千个物品 一件一件地丢下去 也总有丢完的一天 一辈子不够 子子孙孙 无穷愧 拿出于公移善的精神 还是丢得完的 何况 我们也不需要丢到 一件都不剩 即使家里空无一物 也是视觉上的没有 而不是绝对的零物品 该如何做到呢 第一 我们要认定 这是个铁规 是戒律 是底线 必须严防死守 就像女人防范自己的 体重增长一样 多一斤 就抓耳挠腮 买一丢一 也得这样 必须被遵守 第二 只扔不买 有的人觉得过于残酷 现在可以买 但必须扔 就变成一个交易了 买一个新的 就必须丢掉一个旧的 还是蛮划算的 第三 先丢后买 不要先买后丢 因为你买完了 可能又舍不得丢了 因为已经得到新的物品了 于是反悔了 如果必须先丢掉的话 任你再舍不得 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好 应该是忍痛割不爱了 如果你断舍里有困难 就从最简单的 买一丢一开始吧 或者 你的东西非常之多的话 就从买一丢二开始 买一丢一坚持一年 就会丢掉365件 无用的物品 如果买一丢二 就会丢掉730件物品 家里一定会空出来不少地方 内心也一定会平静很多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 开始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里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但是没办法辞职 如何断舍里呢 有一个简友咨询我一个问题 自己不喜欢目前的工作 而且对自身的生活和身体 造成了实际的影响 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身体也累得很 问我怎么办 我说 你怎么允许自己这样糟蹋自己呢 他说我没办法 我问为什么 他说 公司是亲戚的 自己过来帮忙 目前呢 公司离不开他 拍屁股走人很不仗义 别人会说 自己背叛了公司 而且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他说的每一条都是真的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问题 虽然我很想 但是没办法呀 真的没办法吗 真的没有选择吗 当然有选择 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 因为种种担心 所以我选择了留下来 这不就是一种选择吗 如果我选择离开 我就要背负种种的担心 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这是经过考虑的 就是这些担心 大于我感到不快乐的程度 促使我选择留了下来 公司离不开我 加背叛的骂名 加大家的指责 加收入下降 大于我感到不快乐 加身体素质下降 我们自己是算了一笔账的 最后选择了一个 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而我感到不快乐 和身体素质下降 就是这个选择的成本 很多时候我们说 没办法 没得选 前台词是 我想获得我想要的 但不想付出成本 没这样的好事情 对吧 事情是这么个事情 道理呢 是这么个道理 但我还是不舒服 如果有比较理智的读者 看到这里就行了 你知道问题在哪了 自己心里也就舒坦了 那还想继续往下分析吗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他的核心信念 经得起推敲吗 第一个 公司离不开我 显然是假的 现在谁敢号称 哪个公司离不开自己呢 这是一种绝对的误解 也是绝对的自恋 你辞职多少次了呀 哪个公司因为你的离开 就黄了呢 说不定会更好呢 地球上每天都有人出生 也有人死亡 从未看到因为任何人的离去 而停下前进的脚步 不管你有多伟大 即使是秦皇汉武也如此 二 别人会觉得我背叛了公司 因此指责我 这个倒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记住 只是有可能 因为目前都是自己的猜想 有可能会被指责 有可能不被指责 两种可能都有 但我选择了 自己愿意相信的 别人的指责 有一个前提 就是 你真的背叛了公司 但如果你清楚明白地 告诉公司 自己确实不喜欢这个工作 难以胜任 而且还弄得自己很不快乐 身体呢 也出现了问题 别人还会指责吗 暂时也许还会有 但长久来看 不会 因为都是人 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将心比心 也就理解了 记得有一次采访 游泳选手宁泽涛 让他带领中国短程游泳 拼搏一下 他拒绝了 记者说 这不是不负责任吗 他说 恰恰是因为 我对国家负责 才拒绝的 因为短程游泳 不是我的强项 大家只是看着我的名气 来让我带领 就会有问题 这就是真正的负责 为自己负责 为集体负责 三 收入下降 收入下降 有两种情况 第一 你不愿意再工作了 所以收入没了 这个情况 谁都没办法帮忙 因为你不工作了呀 第二 又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但是收入 没有原来的高 行业不同 地域不同 工资一定有差异 只要你的公司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和能力相称 就没问题 再者 如果一下子骤降 说明原来的工资中 有亲戚对你的照顾 你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却领了那么高的工资 以我的人生经验来看 得不配位 财不配位的 基本上超不过半年 就会出问题 那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分析呢 一 目前的成本 我能否接受 能就留下 不能就走 既想看太阳 又不想有阴影 是小孩子的天真幻想 二 自己所担心的事情 是真的吗 是真的就留下 是假的就走 真真假假 就找简书资讯 三 综合所有因素 考虑之后 怎么办呢 给每个因素 都打上权重分 加一加 超过七十分就留 否则就走 所有的问题 都禁不起分析 一切困难 都是纸老虎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说说 爱指责的人 如何断舍离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做不好 趁是个猪头啊 这是他的先生 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 这种话 任再好脾气的人 也会不爽 为什么呢 这句话里面 饱含了指责 谁都能听出来 但是这个指责 还有一个特点 全是情绪 没有事实 一 这么简单的事 什么是简单 什么是复杂的 不过是他认为 简单而已 但是对他来说 可能就复杂极了 别人的人 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只说问题 不加情绪 这个衣服怎么这么乱 这个话不要说 因为乱不乱 都是相对的 这个衣服 没有叠好 放到柜子里 有什么困难吗 要这样说 问题非常具体 对方也容易清晰地 理解你的意图 然后一起想办法 去解决问题 只要能静下心来 你就会发现 很多问题 没那么困难 如果你是一个 被指责者 一 承认对方说话的 合理性 对方想打仗 你先说 咱不打 这就消掉了 一半的火气 而且你仔细想一下 对方未必 完全没道理 二 问对方 你有什么意见吗 有合理建议 就采纳 让他先发言 满足表达欲望 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 介入问题 解决程序 三 指出对方的 不合理之处 这个时候 已经平静了 可以提出 他的问题是对的 但是情绪化的表达 对自己 是一个伤害 希望不要这样了 对方一般也会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也只是想解决问题而已 注意 所有这一切 都要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进行 对指责者所有的反应 都不要马上做自动反应 而是平静反应 如果对方经常无理取闹 无端指责 屡教不改 让人讨厌 远离他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进入第一章 想要足够少 足够好 如何断舍离呢 足够少 足够好 是我的核心理念 只要你能做到这两点 就是一个断舍离达人 那么 怎么做到呢 我们先来说说 为何足够少 少才能定 定了 心就平和了 也就能做出点成绩了 以前的时代是没有办法 分配了工作 就要做一辈子 分配了伴侣 就要过一辈子 所以有人做出了成绩 也有了很多无奈 现在是另一种没有办法 选择太多 信息太多 往左往右 往前往后都可以 反而让人迷惑 所谓多则货 少呢 少则明 心底又明又定 多好呀 少了就不需要整理了 少了就不需要收纳了 一堆的物品 也许可以暂时收拾妥当 但难以保持 心情也是这样 收拾好的时候 挺好 乱了 就心情又糟糕了 不如一闭眼扔了 一勺解千筹啊 我们再来说说 何谓足够少 有人说 因人而异 自己觉得OK就可以 这是没错的 但同时也要知道 大概还是有一个标准 否则就沦为虚无了 怎么都可以 其实最后是做不好的 三口支架的物品 和两口支架 一定是不同的 这个少的数量 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人而异 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服装 除非是特殊职业 除了袜子 内衣 打底衫 超过一百件 那就是多了 要少一些 这是绝对标准 我二十件 可以春夏秋冬 你可以五十 可以七十 但不能一百件 那就是浪费 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气 可以享受这么多的物品 总是要在别的地方 损失一些来弥补 那不如就直接少点衣服 总比少点健康 少点钱 要好得多吧 我们再来讲讲 为何足够好呢 买你能买到的 最好的物品 如果买不起 等一等再买 不要凑合 凑合买回来的 一定会被扔掉 其实成本更高 一把好的椅子 五千块 用了十年 平均一年五百块 一把五百块的椅子 用了一年 轮子坏了 靠背坏了 一年换一个 用十年还是五千块 区别在于 好的椅子 舒服了十年 坏的椅子 难受了十年 和相爱的人 过了十年 以及和不爱的人 过了十年 学哪个 不言自明 再来分享 何味足够好呢 第一个 少而不穷 物品可以少 但不寒酸 不吝啬 努力工作 享受生活 是你的基本权利 中国人民 努力奋斗 就是要让生活 更好一些 有条件了 享受 不是罪过 第二个 少而不丑 物品少了 也挺贵的 但是很丑 有没有遇到 这样的人呢 上身 Bubbery的 格子衬衫 下身呢 哭泣得 艳丽的裤子 背着一个 满是logo的 LV的背包 这就是 贵 但是丑 要提高审美 少而美 少而有品位 第三个 少而不坏 这个坏的意思是 不环保 不健康 买很多 真皮的物品 甚至是一些 稀有动物的 毛皮制品 就是坏 还有买象牙等制品 我们人 动物 都是生命 都值得被爱 倘若不能避免 至少 尽量减少 尽量克制 就像有的人 目标也很坚定 但是反人类 坚定的反人类 这就是坏 我们要好 这就是我的 足够少 足够好 少是基础 好是目的 又少又好 就是幸福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 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讲一讲 演讲焦虑 如何断舍离呢 我每次去演讲 都会不自觉的 有些焦虑 好像是一种 自然反应 无论成功演讲 过多少次了 无论多少人 夸你演讲的真好 但临到每一次 演讲之前 还是会有一点焦虑 这种焦虑呢 激发了杏仁胡 杏仁胡 告诉丘脑 我有危险了 脑垂体等 开始工作 分泌肾上腺素 让自己紧张起来 准备战斗 然后身体呢 开始有反应 呼吸加快 紧张等等 我想说的是 一 任何一个人 在演讲之前 都会焦虑 区别只是 焦虑的程度 不同 如果你留意 很多名人传记的话 会发现 很多名人 和你一样 也会焦虑 而且中国 有句古话 大将军 临危而聚 意思就是 临场的时候 也会有所焦虑 即便你身经百战 也不能避免 二 适度的焦虑 有助于 提高临场表现 过度的焦虑 会让人十分紧张 无法呼吸 几乎晕死过去 过度的不焦虑 让人看不到 问题所在 无法进入状态 既然人类 进化出了焦虑 这种情绪 那它就是有用的 用处就是 让你看到 类似危险的时候 能提高警惕 被老虎袭击过一次 发现自己 还打不过它 这种焦虑呢 就植入到基因里 下次见到它的时候 记得焦虑 记得逃跑 所以 焦虑是有用的 过度焦虑呢 就是 看见老虎 跑不动了 手脚不听使唤 过度不焦虑呢 就是看见老虎说 哥们儿 一起玩一会儿 然后小命就没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是武松 首先 酒量咱就不行吧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大概 十八年前 去人民大会堂领奖 这么年轻有为吗 当然不是的 是代替别人领奖 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 焦虑瞬间就迸发了 双腿开始打颤 呼吸急促 脑部供血不足 我害怕自己会晕过去 但越是害怕 越是焦虑 身体反应越明显 另外 还要控制自己 不能让别人 看出来紧张 不然多丢人呢 越是控制 也越是焦虑 好在领奖的时间 非常短 虽然我感觉 时间非常长 事实上呢 也就一两分钟 下台之后 后背整个都湿了 这只是领个奖而已 还不是颁奖 也不需要讲话 后来我就琢磨 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 没经验 第一次总是紧张 第二 不自信 不知道上台之后 怎么表现 所以过度焦虑 我开始用一年的时间练习 如何克服演讲焦虑 在一年后的某个活动 我上去演讲 在座的都是当地的官员 作为最年轻的演讲者 也是唯一一个脱稿的演讲者 获得了满汤彩 那如何克服的呢 我想最核心的一个秘诀就是 你对自己的演讲内容 要非常自信 非常专业 非常了解 就是 你得懂 现在 在任何一个地方 让我讲断舍离 我都能轻松完成 但是你让我讲时间简史 我就不行 专业是最坚实的基础 你会发现 只要你讲的专业 无论你的演讲是平实的 还是激情的 是死板一点 还是幽默一点 是啰嗦一点 还是简洁一点 都不重要了 因为 听众需要你的内容 就是有需求 你能满足需求 如果你在对自己的专业 都不大懂的情况下 去学习很多演讲技巧 就是舍本竹墨 原木求鱼 以为自己是不会演讲 其实 是你不懂专业 你要保证 在座的所有人 都没你专业 在这个基础上呢 可以有一些小技巧 一 适度焦虑是正常的 别介意 二 焦虑的时候 深呼吸二十下 三 把注意力 转移到演讲内容上来 如果专业是第一重要 第二重要 就是调整注意方向 你要想演讲的内容 而不是考虑 演讲失败会怎么办 别人会怎么看等等 注意力被转移以后 焦虑就降低了 你也会发现 拜访陌生客户 最紧张的时候 是进门之前 一旦开始就不紧张了 因为你要聊天 要喝茶 要谈笑风生 没功夫紧张了 四 技巧不重要 内容 内容 才重要 对一件衣服 你舍战莲花 说多么好多么好 都不如说 打三折 来得有效果 五 多练习 六 你是来满足对方需求的 是提供帮助的 不是来索取的 所以 自然感到放松 七 只管开始 第一次没做好 第二次就会好一些 毕竟 你不能比我在人民大会堂的表现 更糟糕了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 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喜欢点赞如何断舍离呢 我朋友娟儿曾经有一位大哥 极爱点赞 其点赞的特点 覆盖面广 几乎每一条都会点赞 另外 就是点赞速度极快 常常刚发出去 不到一秒钟 点赞就来了 显然 他看都没看 这个人 我封他为 点赞狂魔 最后 我当然是删除了他 虽然相对还算熟悉 之前我对点赞 并没有那么深无同绝 因为朋友圈人不多 现在人数到了五千人 数量不菲的点赞 实在是一种打扰 因为点赞太多 所以真的有留言评论 反而要一页一页翻过去 才能看到 其恶果就是 浪费了好多时间 我也不大相信 有人会同意我的所有观点 所有的都点赞 那不成了我的影子了吗 所以我相信 他只是为了点赞而点赞 甚至有人不分青红皂白 胡点一通 你问失眠了怎么办 他也点赞 你说今天不舒服 他也点赞 这就是 点赞综合证 后来我就想 微信为什么 不取消点赞呢 或者和微博一样 把点赞单独出来 想看就看 不想看 可以一辈子都不看 因为微博失去活性的原因之一就是 很多人发东西没人看 没有互动 就觉得没意思 点赞看起来很简单 却让人获得了一种被关注感 不过是一种贫乏的被关注感 但是即使贫乏 总比没有强啊 对于点赞的人来说呢 举手就来 不需要任何思考 不需要看清楚对方的内容 不需要表达观点 可以避免得罪对方 只要轻轻一点 告诉你我来了 我在看你 我们还是朋友 点赞者和被点赞者的需求 都完成了 事实上 我生活里极好的朋友 很重要的朋友 是很少给我点赞的 有事呢就打电话 没事就沉默不言 想念了就出来拒绝 不想念就各忙各的 他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点赞 他觉得这条值得点赞 或者他真正理解 并同意了我的观点 或者他为我所做的这件事情 感到自豪 而我也只喜欢这种点赞 每过一段时间 我总会删除一些爱点赞的人 但很少删除爱评论的人 对于评论者 不管你是赞成我还是反对我 赞成让我得到鼓励 反对让我得以进步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 说话太费劲 如何断舍离呢 有话直接说是勇气 有话简单说是智慧 随着名气的一点点增长 和影响力的扩大 邀请我参加活动的机构 和个人也越来越多了 一些大型企业 往往都有自己的流程 比如前段时间的奔驰公司 他们的经验很丰富 双方需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签合同等等 跟着流程走就行了 彼此都很舒服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机构 态度呢倒也恳切 上来就问简述呀 我们这个活动应该怎么搞 你帮我想想 这个时候我就会突然一愣神 活动怎么搞 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吗 我只是一个演讲嘉宾而已呀 但出于热情呢 我都会提一些建议 只是毕竟工作繁忙 不可能事无巨细 有些邀请方 恨不得整个方案都让我来除 这个真的是超过我的范围了 还有的会说 我们先合作一次 你来免费给我们辅导辅导 以后我们长期合作 根据我不成熟的经验 凡是第一次就想占便宜的 下面基本上 也是一路占到底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 他才华出众 性格豪爽 总有大大小小的机构 让他帮忙出主意写方案 他不好意思拒绝 也不好意思收费 所以一路帮忙 期待后面的长期合作 只可惜 这样的人 从来都没想过长期合作 不过是一个 让你免费出力的借口而已 但他是相信 有长期合作的 所以到最后 都是不缓而散 这就是合作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话不说清楚 有话不提前说 能往后拖就往后拖 你先把活干了 干完之后什么样 那到时候再说吧 我也认识一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有男有女 有高有矮 有的学历高 有的学历低 有的内向 有的外向 有人性格火爆 有人性格温婉 但无一例外的 他们都有两个优点 第一 就是喜欢把话说清楚 不黏黏糊糊 能做就做 不能做 下次再说 第二 就是坚持 这里 不展开说 有话简单说 能够节约时间 本来就是一次简单的合作 你非要弄成 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说要做一个五年规划 且不说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谁会和一个陌生的机构 进行深度亲密合作呢 长期的合作 一定是建立在 短期合作 效果良好的基础上的 这是前提 有话直接说 能够节约理解的成本 能直接说明白的事情 非要绕着弯子说 不说破 不说透 各自去理解 一定各有各的理解 就难免有分歧 到时候 你愿对方没说清楚 对方说你理解的不对 这不仅浪费时间 还伤害感情 能说清楚的 一定要说清楚 能一句话说明白的 一定不要说两句话 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则 也是 如非必要 物增实体 奥卡姆剃刀定律 又称奥康的剃刀 它是由14世纪 英格兰的逻辑学家 圣方济各会修士 奥卡姆的威廉提出 这个原理说 如无必要 物增实体 即 简单有效原理 正如他在 箴言书著 二卷十五题所说 切勿浪费 较多东西去做 用较少的东西 同样可以 做好的事情 这就像去菜市场买菜 你上来就问 这青菜哪产的 有污染吗 谁种的 怎么运输的 我想和你长期采购 你让我拿点 回去试试吃一吃吧 就是不说买一斤的事情 你说 卖菜的大姐 会怎么反应呢 话越简单越好 越直接越好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 就是 你说的话 可能给对方 或者自己 带来伤害 这个时候 才需要委婉 什么话都委婉 中国人讲 像个娘们 其实这是 对女性的不尊重 有些女人 利索起来 可比男人果断多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极简标准太多 如何断舍离呢 需不需要断舍离的 唯一标准 是能否带来正面情感 即正能量 我们都知道 断舍离的两个坐标轴 一个是时间轴 一个是关系轴 有的简有说 还是有些复杂 搞不清楚 下面呢 我详细讲讲 拿时间轴来说 现在用不着的东西 就可以扔掉 那现在 是多长一个时间段呢 是今天 还是今年 还是最近三年呢 显然不是今天 但是不是今年呢 也不好说 比如一把锤子 可能一年没砸一个钉子 却是家里 必备的工具之一 拿关系轴来说 和我无关的 都可以丢弃 那这个朋友送的东西 到底是和我有关 还是和我无关呢 这个事情 各有各的解释 一旦各有各的解释 那就是没有正确答案了 容易让人迷茫 有没有更简单的做法呢 有 那就是正能量 看一个物品 能否给你带来正能量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怦然心动吗 不是的 你喜欢的 未必是能带来正能量的东西 比如你喜欢打游戏 喜欢吃零食 喜欢睡懒觉 怦然心动 好像一见钟情 但一见钟情 不一定能白头到老 但我们都知道 这是坏习惯 如果用正能量来衡量 那就简单了 一件纪念品 虽然保留好多年了 也没什么实际用处了 但是看到它 就能想到过去的美好时光 那就留下 一个不合适的人 虽然你很喜欢它 但是它不喜欢你 它给你带来的是很多负面情绪 那就扔掉 一朵鲜花 虽然没什么实际用处 但是能带来美好的视觉效果 那就留下 毕竟好看也是很好的 一块地毯 虽然清洗麻烦 但是窝在上面懒散一会儿 能够放松疲惫的身心 那就留下 只要在保证足够少的基础上 保证所有的物品 都能带来正能量 那你的断舍离 就大功高成了 这就是足够少 足够好的 真正含义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父母不配合 如何断舍离呢 自己断舍离就不容易 但更难的是让父母断舍离 因为我们超出了我这个范围 开始指向他人 改变他人本身就困难得很 何况这个他人 还是你的父母呢 他们不是你的员工 不是朋友 不是交易对象 你不可以用金钱换取 也不可以强制 最要命的是 他们是天然的权威 从小到大 都是你的权威 只要一句话 你就没电了 这句话就是 我是你爸 你得听我的 你要按我的想法生活 我喜欢断舍离 你也必须喜欢 要问我为什么 那是为你好 断舍离以后干净 卫生 舒服 多好呀 这个理念 是不是你想说的呢 很耳熟 对不对 是不是特别像 你赶紧嫁人 嫁人才能幸福 我是为你好 不是逼你 是的 父母的逼婚 和你逼他们断舍离一样 都属于一种思维 你要按我的想法 去生活 被逼婚的感觉不舒服 被强迫断舍离 也不舒服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问题 每个人天然的 有按自己价值观生活的权利 强加于人 就是独裁 同样的 他人让你不进行断舍离 也是独裁 每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既有先天的影响 也有后天的影响 如果你也经历过 父母所经历的岁月 相信也会形成 和他们一样的价值观 这个理解叫共情 共情也称为神入 又易做同感 同理心 投情等 共情是由人本主义创始人 罗杰斯所阐述的概念 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 现代精神分析学者的著作中 不管是在人性观 还是在心理失调的理论 及治疗方法上 似乎都极为对立的两个理论流派 却在共情的理解和应用上 逐步趋于一致 共情似乎为现代精神分析 与人本主义的融合 打起了一座桥梁 我们处于这个时代 与父母同住是一个现实 一来 中国重视人伦关系 这得以温暖我们 二来 现在房价高 人工贵 需要父母一起照顾小孩 但这绝不是一辈子的状态 在度过了照顾孩子的阶段之后 可以分开居住 而且分开居住 不意味着要远隔千里 门对门住也算分开 只要你拥有了一个 独立的空间就可以 有人会说 房价那么贵 根本买不起另外一套房子 那你可以回老家住啊 家里买得起 但是回老家住 就不能享受城市的繁华了 对不对 辛苦打拼的意义 在哪里呢 生活 总是有代价的 断舍离也是 要么包容父母的价值观 一起住 要么付出经济成本 分开住 要么舍弃一定程度的享受 回老家去住 又不想多出钱 又不想包容 也不想到一个 房价便宜的地方去 你咋不上天呢 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 少之又少 追逐一个不存在的事情 结局注定是一场空 最有效的方法呢 是身体力行的影响父母 一开始 你不要强迫他们做什么 而是自己去做 打扫卫生总是好事情 让房间保持干净 整理物品呢 总是好事情 让房间保持整洁 这些都是 让人舒服的事情 他们感受到舒服了 观念就会慢慢转变 至于东西太多 一开始 你不要动他们的东西 除非他们愿意扔掉 否则 你扔掉了 他们也会捡回来 从自己的物品开始 该扔的扔 该捐的捐 捐赠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给父母看一看那些 贫困地方的孩子的生活 我们的父母 都是很善良的 看到孩子这么苦 捐就捐了吧 这是一种慈悲心 相反的 如果你扔掉了 他认为是浪费 浪费就是犯罪呀 熟不得 还有 就是物品不能及时归位 其实父母不听我们的 但会听孩子的 也就是 他们的孙子孙女 让宝宝养成好习惯 进而影响父母 毕竟 教育一个几岁大的孩子 比教育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较容易多了 那孩子 为什么能影响爷爷奶奶呢 恰恰是他的童真 让老人感觉 是在玩游戏 而不是在接受任务 有时候 我们太认真了 最后呢 让父母都有点 自己的业余生活 跳跳广场舞就挺好 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朋友 就慢慢地把目光转移了 心胸也开阔了 可以说 每一个不听你劝告 不断舍离的父母 都隐藏着一段 不健康的父子关系 父女关系 母子关系 母女关系 这句话 是我最想说的 也是我咨询案例中 最典型的 关系不改善 断舍离 尽行不下去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叔的 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叔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聊聊 害怕找到不好的健身教练 如何断舍离呢 就像每个女人都觉得 自己少一件衣服一样 每个女人也都觉得 自己需要减肥 你可能觉得自己 在某个时候不需要 但不会在所有时候 都不需要 对于减肥这件事 找到一个合适的健身教练 是很重要的 记得是合适的教练 而不是好的教练 好的教练很容易找 找到当地最好的健身房 找到他们最贵的教练 这个教练即使不是最好的 也是你能找到的 最好的之一 但是它贵呀 对吧 所以呢 好不是你想要的 合适才是你想要的 怎么找呢 一 吃比锻炼更重要 在减肥过程中 饮食的重要性实在太大了 因为在你健康的情况下 只要你的摄入热量 持续低于消耗热量 人就会瘦 因此呢 在找教练之前 先要问问自己 能管住嘴吗 教练可以教你 他不能无时无刻地 盯着你吃饭呀 摄取优质蛋白 大量蔬菜水果 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或者以更健康的 碳水化合物来代替 比如用紫薯代替米饭 这是最基础 也最重要的饮食秘诀 不要轻信减肥妙方 减肥妙招 减肥补剂等 因为凡是好东西 一定是不容易得到的 容易得到的 也容易失去 这个道理 也适用于健身 二 减肥的欲望 很重要 是一时冲动想减肥 还是已经肥胖到 影响生活 非减不可了呢 是想保持一下身材 还是为了追求 那个心仪的女孩 或者男孩呢 你的欲望越强烈 成功的可能性 就越大 不然的话 遇到平静期 就撤退了 这犯不上啊 生活多美好呀 该吃吃 该睡睡去吧 第三个 断掉急功近利的想法 我们都想一步到位 一下子到达人生巅峰 一下子功成名就 一下子减肥成功 一下子就到旅游目的地 同样的 我们也想一下子 就找到那个 最合适的健身教练 殊不知 找到最适合的 那个教练 也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可能第一个不合适 也可能第一个 就很合适 这样逐步试错 慢慢调整 相信自己的身体感觉 总有一天 能找到那个 合适的教练 四 看看教练 本身的素质 有了前面的铺垫 再看一看这个教练 他自己练的怎么样 如果他练的就不行 说明他要么水平不够 要么意志里有问题 正确的方法 加上强大的坚持 就能带来好身材 再者 看看他以前的学员 反馈怎么样 你想减肥 如果他有很多 减肥成功的学员 说明有经验 别人能成 你也差不多能成 五 坚持基本动作 精简计划 不必把动作 搞得花样繁多 那是健身房的营销手段 因为太基础的动作 反复做 人容易枯燥 你也还没有达到 高级阶段 那时候才需要 非常精准的手段 来锻炼 我见过太多 只靠跑步 就减肥成功的例子 坚持跑步 坚持游泳 坚持一切有氧活动 只要坚持 就能有效果 再强调一次 管住嘴 健身房 跑半个小时 消耗的热量 一包方便面 就回来了 当初 我是怎么锻炼的呢 刚开始 是没事 就去健身房玩 后来朋友有卡 时不时地 蹭着用了一下 再后来呢 觉得好像有点效果 恰好这时 有个朋友 提供了一个 免费健身的场地 有了一定的 进步和基础 找了个教练 开始调整 也走了不少弯路 不需要画太多 所以不是大的问题 但是兴趣 就不一定了 你是真的想学 还是一时冲动 像学插花 绘画 吉他一样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呢 三 保持很难 一时兴起 把家里弄得很整洁 并不难 难的是 每天坚持 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地方 每天都要这样做 一年365天 一辈子三万天 每天做一次 就是几万次 能坚持住吗 如果没有兴趣 如果没有习惯 太难了 不怪你 四 没有外部激励 如果有客人来了 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我们自然要收拾一下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外部激励 但是家里不会天天来贵客 于是呢 又乱了 就像说 我是一个厨师 我有做饭的技能 我也喜欢做饭 但我未必天天在家做大餐 没这个必要吗 五 内乱 不仅缺乏外部激励 家里老公孩子父母 时不时还会捣乱 你刚收拾好的 又撒了一地 久而久之 你就不做了 你觉得做这个没什么用 这个叫 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 赛利格曼 1967年在研究动物室提出的 他用狗做了一项经典实验 起初呢 把狗关在笼子里 只要风阴气一响 就给予难受的电击 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 多次实验之后 风阴气一响 在给电击之前 先把笼门打开 此时呢 狗不但不逃 而是不等电击出现 就先倒地 开始呻吟和颤抖 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 却绝望地等待 痛苦的来临 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六 不是必须 我觉得这个理由 是最重要的 整理不是一个必须的活 很少有人因为 不会整理离婚的 跟其他因素相比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这个能否整洁 显得不那么重要 在大多数家庭 因为邋遢离婚的 还不多见 相反 不仅不是必须 还会推倒车 劝阻你别弄那么干净了 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 正面反馈没有 负面反馈一大堆 谁也顶不住 老娘不干了 于是你家 又恢复原样了 那该怎么办呢 断舍离 别无他法 东西少了 自然不需要整理啊 整理是做家法 东西多了 就买收纳物品 再多再买 不知道怎么收纳 就学收纳技巧 越学越乱 断舍离 是做减法 能放一百件衣服的衣柜 你衣服就五十件 成理什么呢 挂起来就是了呀 使用面积不变 减少物品数量 即减少物品占地面积 所以空出来的空间就多了 这是小学数学题啊 整理收纳 可能会成为一个职业 就像化妆师一样 自己学点化妆技巧 就是平日里上班下班 描摹几下 保持基本的礼仪 真要出嫁了 还要有人来做新娘妆 但是要记住 人不是整天出嫁的 所以保持良好的饮食和睡眠 以及运动 保持好的皮肤底色 比化妆更重要 喜欢整理 就去做整理师 不喜欢就不去 不然你就该累坏了 难道家里想插花 就做花一时 想练瑜伽 就想成为瑜伽教练 想做饭就成为厨师 想健身 就成为健身教练 想做家务 就成为保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说说 无意义感 如何断舍离呢 这是一位简友 找我进行 极简断舍离咨询的时候 提出的一个问题 感觉生活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就是感觉生活没意思 很无聊 整个人呢 也提不起精神 没劲 别以为这个事情很少见 想一想 你上一次感受到快乐 是什么时候呢 与这种感觉相反的 是最佳体验 当我们不顾一切的 投入正在做的事情中 如爬山 或者做手术时 产生的感觉 这类事情 都要求集中注意力 而且任务具有挑战性 达到目的 可以带来掌控感 但是真正的快乐 来自过程 而不是成功之后 这种感觉 也叫心流 也就是flow 心流带有强烈的快感 但是又不发生 在休息的时候 当你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 或者即使是做卫生 只要非常集中精力 也能感受到 这种体验 有八个特点 第一个 活动具有挑战性 而且需要技能 需要全神贯注 但是也不至于彻底完不成 比如我们在整理衣服的时候 整理完毕那种感受 把衣柜整理清楚 有一定的挑战性 但是能完成 只是需要一些技巧 或者帮助 二 人的注意力 完全被活动吸引 自己和所做的事情 是合一的 所谓身心合一 任务不再是任务 是一种完全的沉浸感 你完全投入到了 这件事情当中 很像谈恋爱 整理衣物的时候 也需要全神关注 三 活动有明确目标 以爬山为例 就是要登顶 以整理衣物为例 就是要把衣服 从150件 减到80件 四 有明确的反馈 知道什么时候算完成了 自己能界定 到80件就算完成 没到就没完成 五 全神关注 什么事都忘了 只有眼前的衣物了 六 控制感 随着衣物一件一件的减少 控制感觉越来越强烈 七 失去自我意识 没有精力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甚至在整理的过程中 手指划破了都不知道 八 失去了时间感 打游戏经常有这种感觉 谈恋爱也有 一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好像就只有半个小时 是不是有点恐怖啊 反观这位简友呢 随着我们交流的深入 发现他每天的时间 安排非常随机 想干嘛干嘛 不想干就不干了 可能很多人羡慕这种状态 但那是因为 你平时的时间安排 有太多的限制 所以呢 就羡慕自由 但是给了你这种高度的自由 同样不舒服 人无法绝对自由 也无法绝对限制 绝对的自由带来无意义感 绝对的限制带来压抑感 我们总是在曲线中间的某个部位活动 而不是在两端 很多人通过物质财富 来寻求这种感觉 或者去健身房 让自己保持身材 或者求助于宗教 但是只要你脱离了生活 去寻求 就无法得到 正确的做法 是努力在每时每刻 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乐趣 是不是很熟悉啊 是的 就是活在当下 全神贯注的活在当下 从这个意义上看 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 比业余时间的轻松活动 能产生更多flow的机会 这位前友就是因为 缺乏这种挑战 所以失去了掌控感 充实感 成就感 聊到这里 我们明白了问题所在 我要求他制定好 每天从起床 到休息的日程表 把工作生活 运动休息都填进去 每天按照这个表格 来约束自己的生活 不要看到约束就反感 太自由就需要约束 太约束就需要松绑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短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你的攻击性 如何断舍离 李瑶走了 不胜唏嘘之余 我们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是一个斗士 他和谁都斗 和胡英梦结束了 一百一十四天的婚姻之后 骂了他半辈子 说韩寒是臭鸡蛋 杨岚反问他 韩寒有没有优点呢 他说长得还算好看 他离开之后 微博微信里评论最多的 就是他活出了自我 活得精彩 这和我们经常说的 做自己很像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 每个人都有 生本能和死本能 死本能就是 毁灭自我的冲动 但是不能毁灭自己啊 所以就产生替代性攻击 去毁灭别人 既然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种冲动 如何处理这种冲动 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了 李敖的处理是 向外攻击 攻击每一个 对自己不利的人 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 活得洒脱 想说就说 想做就做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这样好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 这样洒脱 于是 找一个人来替代 崇拜他 喜欢他 以为他做到了 自己就做到了 从而安慰自己 这就是 偶像的由来 我们既然做不到洒脱 做不到向外攻击 那就只有向内攻击 攻击自己 折磨自己 明明看着不顺眼的事情 不敢说 不想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拒绝 很多事情 都是逆着自己的本意去做 在心里纠结不已 无法释怀 这时候呢 李敖来了 他很自我 我们终于找到了 一个投射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 李敖和咪蒙都一样 你看咪蒙的文章 除了攻击 还是攻击 但是粉丝众多 我们常常讲做自己 其实真正做自己的人 是不讲这个的 因为他已经在做自己了 不晓得 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去做 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存在 叫着做自己的 恰恰是没有做自己的 谁会喊我要有钱呢 缺钱的人呢 谁会喊我要喜悦 我要平静呢 是那些悲苦和烦躁的人呢 健康的人在干嘛呢 云淡风轻 波澜不惊地过日子呀 每个日子都是好日子 都平平淡淡的 也幸福满满的 安放好你的攻击性 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 就要讲出来 别憋着 再不济 精神分析 还有一个方法 升华 本来这个人爱打架 好斗 如果放在社会上 可能有危害 后来 他当了橄榄球运动员 天天在球场上 横冲直撞 这个攻击性就被释放了 很舒服 对社会呢 也没有害处 做好了 还能名利双收 这 就是升华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说说 喜欢买便宜东西 如何断舍离 喜欢买便宜东西 本质上呢 是一种 我不配使用贵重物品的 心理体现 他们的行为 是怎么样的呢 买任何东西 都希望便宜一点 再便宜一点 只要是免费的 什么都要 不管自己是不是需要 只要是贵的 基本都不买 即使买回来 自己也不舍得使用 贵重的包包 要等着出席重大场合 可惜重大场合 一直没有 因为你不是个重要的人呢 贵重的酒水茶 要等着贵客来才开启 可惜贵客 一直没来 刷购物网站 要从头到尾看个遍 生怕错过了 物美价廉的东西 最后呢 累得头晕眼花 终于找到一个 就欣喜若狂 从没有想过 付出这么多时间 和精神成本 到底值不值 这种心理 源自年幼时候的贫困 所造成的匮乏 或者 虽然不那么贫困 但一直没有得到 充分的满足 就会有这种 匮乏感 但是生活已经变好了 你也已经长大了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 经济能力 购买更好一些的物品了 我们的思维呢 却还停留在 匮乏的时期 这也是很多老年人 爱囤积的原因 时代变了 思维没变 固着在了过去 我有一个朋友 带着父亲来参加 我的断舍礼讲座 他给老人买好的鞋子 老人就是不穿 结果有一次出去旅游 老人自己花三十块钱 买了一双鞋子 很快就坏了 回北京修补 又花了好几十 最后呢 还是丢弃了 老人感慨地说 贵点还是好呀 我告诉他 你年轻的时候 七八十年代 三十块钱不是一笔小钱 但今天随便吃个饭就要上百 钱的购买力已经变了 但我们的思想 还没转过弯来 他恍然大悟 其实大可不必说 昨天还买一百块钱的东西 今天就买一万块的 可以试试买个五百块的用一用 好的东西会带来好的体验 一床羽绒被 一套真丝睡衣 带给你的享受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过极简的生活 不是过简朴的生活 而是过简朴的生活 这个简是简单的简 买便宜东西的时候 十次会有一两次买到不错的 但八九次都是失败的 我们的眼睛却盯着那一两次成功的 沾沾自喜 买贵重东西的时候 十次会有一两次买到不好的 但八九次都是成功的 我们却盯着那一两次失败的 后悔不已 这就是一种苛求 只要我花了很多钱 你就要带给我绝对完美的享受 多辛苦呀 放过自己吧 从今天开始 把你贵重的物品拿来使用吧 去买一个你一直不舍得买的物品吧 或者去开始一个 你一直不舍得的旅行吧 爱自己 不是一句空话 而需要实际行动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话题 家里收拾得很好 但容易乱 如何断舍离呢 家里很乱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断舍离 扔掉一大堆东西 于是松了一口气 感觉很舒服 但是住了一段时间 又打回原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空间虽然变整洁了 却是一时激情的结果 而不是长久伴随的习惯 就像谈恋爱一样 刚开始约会 你肯定会打扮得特别帅气 或者漂亮吧 但是结婚以后呢 就回归真实的自我了 为什么呢 因为爱好整洁 根本不是你的习惯 所以坚持不了太久 只好哀叹 干净整洁虽然很好 但是我做不到呀 那么如何做到呢 有一个简单的小办法 就是随手处理 进屋之后呢 随手把鞋子放进鞋架 随手把包挂起来 随手把钥匙放在置物架上 随手把衣服挂上衣架 到餐桌给自己倒杯水 随手把水壶放到托盘里 坐到沙发上喝茶 喝完随手清理干净 晚饭后 随手把餐具清洗干净 泡酒之后 随手把水倒掉 把盆子清洗干净 放回原位 洗漱完毕随手拖地 洗漱用品放回原位 睡觉前随手把手机充上电 放到客厅 仔细看 生活里有很多随手可做的事情 加入随手做了 好像保持整洁也不那么难 因为你把这些事情 用碎片化的时间给处理了 否则的话 这些碎片化的时间 就会被用来刷手机 追剧 在沙发上腻挽 总之 即使不用这些时间 这些时间也会被浪费掉 但是用了 就能处理很多小事情 而且不觉得花了什么时间 如果上面这十个任务 用集中的时间来处理 你会发现 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 而且随时可能被其他事情打断 做着做着 就异常的烦躁 更何况 长时间做家务 对腰也不好呀 久而久之呢 就会养成习惯 一旦成了习惯 就简单多了 邋遢是一种习惯 干净也是 邋遢的时候呢 让你干净很难受 干净的时候让你邋遢 你也受不了 如果能做到随手处理 至少能保证 什么物品在什么地方 这就像人一样 鼻子呆在嘴巴上面 耳朵呆在头的两侧 就正常 就舒服 随手处理 不计少成多 早发现 早治疗 早健康 我们再来说说 微信朋友圈 如何断舍离呢 想借掉的东西 一定是给你带来了 某种麻烦 在我看来 朋友圈的麻烦 有几种 一 人数太多 人太多了以后呢 想看一些朋友的信息 就会难一点 刷来刷去 找不到真正想看的内容 但其实在朋友圈 找想看的内容本身 就很滑稽啊 大家发的都是自己 伤风悲秋的故事 基本上 都是于自己而言 这个事情很大 对别人来说 这个事情很小 甚至不明白 这有什么值得说的 人数太多 如何解决呢 我自己的经验是 只发不看 我发很多朋友圈 因为有不少 简友说我想看 但是我很少刷朋友圈 所以并不会浪费我的时间 第二个 不方便发 这种情况 大概是最多的 家围好友的同事 萍水相逢的客户等等 自己的状态 不想让对方看 因为还没有成为朋友 有人说 动态不想让对方看 设置一下就行了呀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万一对方发现 你不让他看 他会不会不开心呢 这就好比家里 住进了远房亲戚 拒绝吧 不好意思 不拒绝吧 自己不舒服 毕竟自己的私密状态 只有很要好的朋友 才能看 解决办法就是 能不加微信的 尽量不加 有人会觉得 微信反正 也不占什么成本 加了就加了 但是请神容易 送神难呀 加微信的时候 可以说手机没电了 万一加了之后 不想让对方看 这就是一种自我防御 但是你要记得 好的朋友关系 一定建立在 某一方 率先敞开自己 进行自我暴露的基础上 你想让对方 说心里话 你得先开始 说心里话 我们只顾看着 别人掏心窝子 自己不说 那你们成不了 好朋友 当然 也成不了敌人 因为都不说真话 不展现真实状态 结果呢 就是温吞吞 不嫌不淡 不温不火 谈不上熟悉 也说不上陌生 这样的朋友 你要他干嘛呢 同样的 你这样的朋友 别人要你干嘛呢 另外 有怕得罪同事的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没有哪家公司 哪个领导 是通过朋友圈 来选拔干部的 第三个 强迫不发 我家里很干净 物品很少 办公桌也很整洁 一切都断舍离得很好 所以我的朋友圈 也要干干净净 最好没什么内容 何必呢 家里干干净净 让人舒服 那就去做呀 朋友圈 干干净净 让你舒服 那就不乏 有抑制不住的情绪 想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叫 搬家的时候 如何断舍离呢 大家平时在家 精简物品的时候 总会遭遇 这样那样的打扰 比如 突然电话来了 想看电影了 家人突然回家了等等 但是有一种情况 可以成功地 避免上面的干扰 那就是搬家的时候 有一句歌词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 是搬家的时候 在房价高企的今天 相信大家对于搬家 都不陌生 即使你已经拥有一套房子 也可能需要置换学区房 那么搬家 就是必然会发生的 为什么搬家的时候 容易断舍离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 那就抓住这种难得的机会吧 毕竟 我们不能为了断舍离 而经常搬家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断舍离总是不成功 如何断舍离呢 在极简生活中 总是失败的人 在生活当中 一定存在一个 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称之为黑洞 为什么叫黑洞呢 它是你生命里 无法填补的一个缺口 这个黑洞 有巨大的破坏力 无论你怎样努力 好像都无法战胜它 就好比你今年 一个月挣一万 明年一个月挣两万 按理说很不错了 但是你有一个亿的负债 这就是黑洞 我咨询的案例里 曾经有一对老夫妇 居住空间不大 但物品极其多 长期不清理 以至于引起了身体的疾病 按照常人的理解 直接扔了就好了呀 但是深入了解之后发现 他们已经有了 扔无力综合征 老太太一直就不太爱做卫生 但是老先生年轻时当过兵 还是很利索的人 原先他常常收拾屋子 不过后来一次骨折 住院之后回到家 发现家里还是老样子 自己身体又越来越差 索性就不收拾了 老两口没有子女 没有天伦之乐 日子也就得过且过 一步一步熬了下来 这也是黑洞 无论你怎么劝说 他们就是战胜不了自己 还有一个女孩子 只要自拍发朋友圈 穿过的衣服 就不再穿了 觉得配不上自己 下一次自拍的时候 一定要换一套 聊一聊发现 小时候呢 他总是穿妈妈剩下的衣服 久而久之 想拥有自己的衣服的愿望 特别强烈 但是小时候做不到 于是成年以后 有了经济能力就大卖特卖 来满足自己小时候的缺失 这个小时候的匮乏 同样是黑洞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黑洞 就会发现自己的断舍离 总是时段时序 雷声大雨点小 最后索性放弃 还会为此自责不已 而我自己以前断舍离的黑洞 就是虚荣性 后来做了很多调整 读了很多书 拜会了很多高人 就走过去了 那么 你有吗 我们再来聊聊 看不到断舍离的好处 该如何断舍离呢 总有人说 断舍离没必要 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 在我看来则不然 它适用于所有人 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 至少有如下好处 一 舒服 东西少了 空间的舒适性肯定会提高 前一段时间看《非诚勿扰》 一个女孩说自己回到家 就把过道两边的衣服鞋子 踢到一边才能走过去 这种衣物鞋袜堆积的情景 最起码是不舒服的 二 卫生 东西越多 产生细菌的可能性越大 曾经见过一个老人家里 输太多 结果产生很多不良气味 导致老伴呼吸道感染 住院了 三 效率 极简以后 物品少了 空间大了 打扫起来更快 找东西呢 也更快 我基本能闭着眼说出 自己房间里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位置 四 品味 空了之后 购买一些 制作精美的物品 能极大的提升 自身的品味 奢侈品商店 一般就是很大的空间 放一两个物品 然后聚光灯打过去 营造高级感 相反的 如果放一个廉价的塑料制品 低裂感 也会被放大 五 环保 物品能再利用的 就尽量再利用 能送人 让别人用起来的 就让别人用起来 这些都是环保行为 出差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 购物带上购物袋 也是如此 六 省钱 这个呢 因人而异 如果你原来购买的东西 又多又贵 那肯定能节约一大笔开支 如果你原来购买的只是多 但是非常廉价 甚至还有很多 用不到的赠品 那么 也许你不会节约很多金钱 但同样的花费 一定能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那感觉 就像十个丑八怪 换了一个范冰冰 七 专注 物品少了 爱好少了 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少了 不自觉的 就会聚精会神 在这些精选的人事物上 产生深度的关系 深度而健康的关系 是人的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 这是我极简断舍离之后的 最重要体会 八 好运 如果从玄学上说 风水风水 顺风顺水 空间敞亮了 好运也会随之而来 如果从科学上说 一个人能把自己生活料理的 精精油条 说明他冷静而富有逻辑 做事果断 自然 也会有好运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总是拘泥于形式和数字 如何断舍离呢 八零一八年春节 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 大概有几百条 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和感动 也许这就是我一直 孜孜不倦的学习 教学和帮助每一位简友的原动力 其中有一位简友问 2017年 你断舍离 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这个问题呢 正是我想谈的 我想说的是 任何一种学习 刚开始都需要形式 任何一种学习 到一定阶段 就不再拘泥于形式 什么意思呢 大家刚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我建议每日一扔 就是一种形式 刚刚入门 需要一种形式 一个动作 来保证 再做这件事情 一件特别小的事情 每天每天地做 这就是形式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都有惰性 不如此 不足以保证 断舍离进行下去 因为我们刚开始 还没有形成习惯 依靠自动型的进行 是不现实的 这就是刻意练习 也是一万个小时 理论的核心要点 拿健身来打比方 刚开始的时候呢 要求自己每天跑五公里 这就是一种形式 没了这个要求 就容易流于散漫 半途而废 形成习惯以后呢 不跑 身体就不舒服 这个时候 是习惯驱动 就不需要这个形式了 你可以跑三公里 也可以跑十公里 运动的习惯被内化了 你可以想很多办法来锻炼 可以提前下地铁 走到单位去 也可以爬楼梯 不坐电梯等等 具体到断舍离而言呢 前几年 我会要求自己 每天扔掉一样东西 要求自己不买衣服等等 这个阶段 是通过这些形式训练自己 养成断舍离的习惯 养成专注的习惯 收摄自己的心神 最终呢 把心神凝聚在 自己喜欢的物品 事情 人身上 等形成了一种习惯 一种思维方式之后 也就是2017年及以后 就可以每天不扔 或者每天扔很多 就可以想买就买 或者不想买就不买 只是真的到了此刻 已经没有了买买买的冲弄了 已经没有了 需要每天扔掉的东西而已 我们有一句话叫 只要心里有 就不在乎形式 这句话是对的 但也是无用的 因为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这么说呀 只要心里爱他 无所谓送不送礼物呀 只要心里平静 就无所谓在城市 还是在深山修行啊 但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凡夫俗子 问题的关键就是 心里没有 所以才需要一定的形式 来修行 一开始就学技工 酒肉穿肠锅 是不对的 他可以佛祖心中流 但是你留不住 没有那个慧根 所以他才说 世人若学我 如同静魔道 慧能大师可以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但是我们就是需要 时时情服事 才能不惹尘埃呀 王阳明可以讲 心外无物 但我们就是需要 格物置之 我坚信自己 只是普通人 所以 虽然我明白了 上面的很多道理 我可以做到 无时无刻 不再断舍离 但依然坚持 用某种形式 来约束自己 只是做起来更容易 更随心所欲了而已 这就是我2017年 关于断舍离的感悟 随心所欲 不欲举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物品总是不知不觉地增加 如何断舍离呢 通常我们物品多的时候 第一反应 就是去买收纳工具 如鞋柜 衣柜 架子等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东西多放不下 自然买工具 来收纳它 等到这个房间 再也放不下了 就换个大房子 所以我们常常会抱怨说 我们房子太小了 所以才那么拥挤 但其实 如果我们不改变 盲目购买的习惯 再大的房子 都会塞满的 因为我们的物欲 是无穷尽的 有没有办法呢 有 在家里 断舍离 进行的时候 一 确定收纳器具的数量 举例来说 鞋柜能放20双鞋 那就最多只买20双 多买一双 就要淘汰一双 如果确定只要50件衣服 那么就买50个衣架 衣架没了 衣服就不要再买了 二 确定收纳器具的位置 放在什么地方 占多大空间 规划好 避免随处乱放 眉毛胡子一把抓 数量确定了 位置确定了 能容纳的东西数量和体积 也差不多确定了 这就像一个人的饭量一样 只有这么大的胃口 多吃就难受 撑得慌 只是空间不会很难受 我们才一直买买买 直到把空间撑爆了 所以试试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兴趣爱好太多 如何断舍离呢 接下来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百度百科 对他的介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天才科学家 发明家 画家 生物学家 现代学者称他为 文艺复兴时期 最完美的代表 是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天才 他是一位思想深邃 学识渊博 多才多艺的画家 天文学家 发明家 建筑工程师 他还擅长雕塑 音乐 发明 建筑 通小数学 生理 物理 天文 地质等学科 既多才多艺 又勤奋多产 保存下来的手稿 大约有六千页 他是达芬奇 即使是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全才 我们记得最深刻的 依然是 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 他的作品是 蒙娜丽莎 普通如你我 兴趣爱好那么多 怎么可能做出成绩呢 关于兴趣爱好 有两种病 一种病是兴趣太多 书法 绘画 古琴 跑步 高尔夫 潜水 吉他 刺绣等等 都想尝试一番 这种病呢 好发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曾经来找我咨询的 面临这个困扰的 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还有一种病呢 是 没什么爱好 每天朝九晚五 老婆孩子热炕头 看到别人那么多兴趣 自己也挺羡慕 但是自己 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 今天 重点谈一谈第一种 兴趣爱好过多 有两个原因 一是对世界好奇 刚刚踏入社会 好像婴儿刚开始走路一样 什么都想尝试一下 追求新鲜 无可厚非 二是 进步的焦虑 大家都在学 我也要学 至于为什么要学 我也不清楚 反正不学 就不舒服 如果说我能力足够 时间允许 这倒也无所谓 其实所谓太多 无非是超出了 自己的掌控能力 我的能力 只能管理一个五人团队 你给我十个人 这队伍就带不了 所以需要极简 不然的话 好像什么都知道一点 又好像都不深入 给外行吹吹牛还可以 碰见内行就露窃了 何况 人是不满足这种状态的 做就想做好 不想浅尝辙耻 流于表面 这面临了第一个难题 想要深入和能力不足的矛盾 解决的办法呢 只有一个 把兴趣爱好的数量 减少到自己能掌控的程度 以我个人的资质来讲 一年发展一个就行 如果你比我聪明能干得多 可以两个 可是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呀 所以不知道留哪个 舍哪个 对不对 如果你同时喜欢两个女孩 说明两个都不是你的真爱 留哪个都行 我们大部分普通人 是没有什么天赋的使命的 也没有什么天生的兴趣爱好 如果你真的喜欢音乐 或者喜欢美术 这个爱好早在你的少年时代 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不需要现在还讨论这个话题 闭着眼选一个就行 记住 是爱好 不是专业 如果是专业 你必须从你的特长出发 爱好就不用 爱好应该是轻松的 愉悦的 不背负沉重负担的 是用来滋养和润滑我们的生命的 我曾经动心过的兴趣很多 很小的时候 拿各种奇怪的东西 组装了一个不能拍照的相机 小学喜欢过作诗 某个月夜写了一首 还被语文老师在班上朗读了一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 喜欢临摹过年时候门上的画 冬天手抄在袖子里 一笔一画的画 初中喜欢过书法 大学学过3D Max 觉得动画很酷 大学毕业跟着一个公园的老头 学过二胡 还学过唱歌 对吉他动过心 所有这一切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玩的都不超过俩月 当然都义无所成 现在呢 我有两个爱好 一个是打篮球 大学毕业以后 朋友说你这么高 应该打篮球 球玩了玩 现在打得也不好 但很有乐趣 一个是健身 因为以前身体不好 太瘦 健身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收获了好处 就觉得可以一直做下去 对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是读书 但我不觉得那是个爱好了 那是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最后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是三十岁之前 多尝试尝试 也无所谓 好玩吗 如果是三十岁之后 稳定一两种爱好 好好的深入 它的趣味性 就在 深入之后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不懂得思考 如何断舍离呢 如何衡量一个人 是不是极简主义者呢 极简主义者 是如何思考的呢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说说 我是怎样思考的 当面对一个物品 一个人 一份感情 一份工作的时候 一 是否必须 一般人看到物品多了 第一反应是 去买收纳用具 然后物品呢 就越来越多 收纳物品也越来越多 却离整洁干净 越来越远 我呢 我会考虑这个物品 是不是需要 比如今天下午 整理出来了一些物品 其中的坚果是必须的 可以补充我的营养 而其他一些非必须品 直接就扔了 二 使用频率 如果一个物品是必须的 但使用频率却很低 就是假的必须 比如奶锅 不喜欢喝奶的人 大可不必买一个 放在家里 也许一年 就用那么几次 而且这几次 也是可以不用的 三 是否可替换 看到众多物品 我的第一反应 是去买 无印良品的收纳盒 但是 我看到了 极简主义帽子的包装盒 就是给 简有 邮寄帽子时候的 外包装 拿这些包装盒 当收纳工具 不就可以了吗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 极简主义者 就是善于用最少的资源 获取最大的实际效果 就像小时候 母亲总是能用 为数不多的食材 做出可口的饭菜 相反 现在那么多吃的喝的 每到吃饭的时候 却不知道吃什么了 这里面呢 有两点 第一 追求欲望少 第二 不丧失实用性 依然满足需求 你是一个极简主义者吗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 害怕扔完东西后悔 如何断舍离呢 如果说健康的秘诀是 管住嘴迈开腿 那么断舍离的秘诀就是 管住手 开始丢 管不住手 丢的再多 还是稀里糊涂的 所以 所以 剁手节 应该剁的是自己的手 当然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高阶的 极简主义者 趁着打车 收一些日常用品 并无不可 那开始丢呢 刚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前面的文章 如果你还是纠结 我建议你 一咬牙一跺脚 找个箱子 直接把东西扔进去 马上交个快递 迅速地捐出去 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不给自己纠结的余地 有人会问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我还是会纠结呀 万一丢错了怎么办呢 其实从我的经验来看 很少见到 有人丢完东西后 后悔的不要不要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起心动念 既然动了去除的心 说明已经移情别恋了 只不过还念点旧情 仔细气人而已 第二个 小事一桩 相对于生活中 其他的重大决定而言 比如婚姻 就业 买房买车等 扔一件衣服 实在是太小的事情了 既然事情太小 所以你也不会太过于后悔 和遗憾 三 善事一件 无论你是送人了 还是丢弃了 有人捡走了 这些物品都在 另外一个人那里 继续发挥作用 可谓善事一件 这满满的良善 也会来福报你的生活 百利无一害 何乐而不为 不为 蠢财 为之 智者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不买衣服难受 如何断舍离呢 经常有朋友问 坚持一年不买衣服 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话题可以反过来回答 在没有坚持之前 我们是怎么买衣服的 第一个 随便逛逛 看到什么买什么 买也行 不买也行 基本都是一时冲动 买回去很快就不喜欢了 然后进入下一次循环 二 贪图便宜 只要打折 折扣越低买得越多 好像这个便宜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完全忘记了自己 是否有需求 因为是打折 所以对衣服的要求 就相应的降低了 尺码大点小点无所谓 质量好点差点 也无所谓了 结果可想而知 很快被淘汰 三 情感驱动 失恋 失业 或者跟谁吵了一架 或者中了年终奖等等 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 庆祝 或者消解的唯一方式 就是购物 贫乏到自己 都觉得无趣 好像除了买衣服 或者吃一顿 人生 就没有别的好玩的事情了 我们坚持不买衣服的意义 就在于 在每一个购物冲动涌起的时候 检查自己 是否真的有需求 是不是因为贪图便宜 或者冲动而去购物 让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知道 自己是缺了这么一件衣服 是喜欢这件衣服 在反复地检查中 提升自己对不恰当欲望的把控能力 以及对自己的了解程度 倘若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能如此寥寥分明 心如明镜 这样的人生 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吗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房间太大 如何断舍离呢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 说两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只有九件家具 家具数量不算太少 桌椅板凳 什么都全乎 但是房子太大了 我们观察一个空间的时候 不仅要看物品数量和体积 还要看空间面积 房子太大 有什么坏处呢 不聚气 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 你会有一种感受 空荡荡的 生冷 没有热量 没有阳气 这对那些本身 就多愁善感的人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人就这么点能量 比如说是一百分 放到十平米的空间 能量平均值是十分 放到一百平方米 能量值就是一分 能量值低了 处处不顺 不具福 也不具财 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 即使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乾隆皇帝 其所创造的三西堂 这个靠窗的小隔间 也只有四点八平方米 乾隆皇帝把自己最喜爱的 三幅书法和无数文房真丸 收藏在这里 那是不是小就一定好呢 也未必 如果你的物品数量少 空间过于狭小 气都被预解在这方寸之间了 久而久之 人会变得非常焦虑 抑郁 心中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 香港的棺材房 仅能容纳一人居住 别说居住在这里了 其实只看一眼 也让人们心中 有憋闷之感 居住在这里 能快乐吗 所以 过大 过小 都不好 所以我们要 刚刚好 如果非要 给一个标准的话 单身人士 开间公寓即可 夫妻两人 一室一厅 三口之家 两室一厅 老人同住照顾孩子 三室一厅 孩子没有长大的时候 两室一厅也可以 四室同堂 兄弟姐妹 公公婆婆 父亲母亲都一起住 买个别墅 也不算大 我们要的是刚好 不是四室同堂住公寓 也不是单身人士住别墅 人住在过大的空间里 容易虚无缥缈 整天寻找人生的意义感 而不得 想做什么事情 但总提不起精神 所谓阳虚 人住在过小的空间里呢 容易焦躁 心中常有无名之火 爱发脾气 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 所谓欲结 每个人气场不同 如果你自认为 气场极其强大 住在这样的空间里 也未尝不可 所以 我并不是批评 这个空间的主人 也许 他住得不亦乐乎 我住过大的房子 也住过小的 这是我个人深切的体会 奉献给大家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打着极简的名义 去逃避生活 如何断舍离呢 什么是极简 什么是逃避呢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话 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我要把它极简掉 这个人际关系太复杂 我要把它极简掉 这个亲戚我不喜欢 我要把它极简掉 当然如果真的是不适合的话 自然要极简掉 只是这个适合或者不适合 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 未必正确 有可能是在打着极简的名义 去逃避 如果所有让我不舒服的事情 我都极简掉的话 那我自己就不会有任何轻步了 婴儿害怕摔倒 不再学走路 司机害怕撞车 不再学开车 健身害怕增加重量 不再去运动 那么所谓的 跳出舒适去 这个概念 就不存在了 所有的个人成长 也都消失了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吧 第一个 有些关系 你是极简不掉的 工作可以换 同事可以换 那么亲人呢 父母如何换啊 子女如何换 亲戚如何换呢 有人说 我不喜欢就不要了呗 相信我 没有人可以全然地享受孤独 我们非常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 甚至是第一需要 当你把这个渠道切断了 断舍离了 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被滋养了 二 你有潜力 只是你不知道 你的母亲喜欢不停地诉说控制 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闭嘴不沟通 够级简了吧 但是你越不说话 对方说得越起劲 然后你越觉得脑心 就越不说话 如此恶性循环 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二十年 其实呢 只要稍微地修正一下心智模式 结果就会改变 乌霾待在那里 无论你怎样讨厌它 它还是在那恶心你 如果来了一个变量 风 尤其是大风 它马上就走了 天气我们不能控制 但是沟通模式 绝对可以控制 因为它听我们的 属于我们自身 三 寻求合适的帮助 有时候 我们太过于依赖自己了 这是一种自恋 或者自卑的表现 认为自己可以搞定任何事 搞不定 就是这个世界有问题 就把它挤减掉 但是 我们看看孩子 是怎么学走路的 首先 它有需求 我们也有变好的需求 这一点没什么不同啊 其次呢 父母会帮助它 刚开始需要父母 扶着掺着 在这个时候 区别就产生了 就是没有帮助者 或者帮助者不专业 提供不了所谓的帮助 最后呢 它如果摔倒了 父母会去哄一哄 给予安慰 它如果走得好 父母会给予表扬 于是 孩子的潜力 就被发掘出来了 逐渐学会了跑和跳 如果没有这些呢 有案例表明 人类一出生 就和动物在一起的话 它也只能学会爬行 对于一件事 如何判断 该挤减掉 还是该迎头而上呢 一 不可或缺 不管是人还是事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 无法被抹去 比如刚才说的亲密关系 那么 无论多难 我都要去解决 不解决是零分 解决了 未必到一百分 但可以到六十分 已经足够好了 不是吗 二 平均水平 看看面对同类问题时 是不是大部分人 都可以解决得很好 如果是的话 说明这是社会平均水准 你也可以做到 二十分钟跑五公里 一般人都做不到 四十分钟 却是普通人的水平了 如果你需要六十分钟 那么就低于平均水平 这个时候 考虑的不是极简 而是让自己去进步 三 历史能力 如果说十八岁的时候 是这样一种方式 和母亲沟通 二十八岁还是这样 三十八岁还是这样 那结果 就不可能发生改变 我们个人 也只是变老了 而不是变好了 这时候 就需要去提升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 极简的想法呢 这不怪你 因为我们的祖先 是和野兽一起生活的 看到野兽 它首先想的就是 战或逃 马上要做出决定 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大部分时候 我们人类 一个人的话 干不过野兽 所以逃跑成了主流 这个概念 深入到我们的潜意识之后 我们很容易 会碰到问题就想跑 但我们要记住的是 我们面对的 有可能不是野兽 而是一只小猫 这个时候再逃跑 就没意义了 我们需要的是战斗 如何战斗 需要方法 如果方法不对 你会觉得 自己的自制力有问题 但其实不是 举个例子 让你一个人坚持 一年不买衣服 是不是很难呢 如果跟着公众号一起 是不是容易一些呢 所以啊 不是你的问题 而是方法的问题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不懂得极简的标准 如何断舍离呢 以不买衣服 来作为衡量标准 第一个 不足三个月是零级 三个月是一级 六个月是二级 九个月是三级 十二个月是四级 如果你的衣服 数量足够少 可以直接跳过以上阶段 五十件以内六级 四十件以内七级 三十件以内八级 二十件以内九级 坚持不买衣服 一年以上 衣服数量二十件以内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十级 你在第几级呢 想做第几级呢 到底拥有多少衣服 才算是一个 极简主义者呢 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但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女生的衣服 不含鞋帽 围巾 内衣 袜子 男人也一样 保持在一百件以内 男生保持在五十件以内 就算是一个合格的 极简主义者 并且 能够保持一进一出 总量不变 你大可不必像我这样 一定要减少到二十件 才罢休 我为什么一定要控制 到这么少呢 因为毕竟 我曾经有过上千件衣服 稍有不慎呢 就容易被打回原型 必须如此修炼 至于有人说 我衣服已经足够少了 还有什么可断舍离的呢 你可以试试看 自己的精神断舍离 做得怎么样了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不整理不收纳 如何断舍离呢 很多前有看了 日本主妇的各种 收纳大法之后 羡慕不已 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这是人之常情 但真的做起来 发现难之又难 于是只有崇拜的份了 并且伴随着 对自己的自责 但是要记住 日本是日本 中国是中国 这里面有几个不同 第一 居住面积不同 相对于日本而言 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要大 所以实在不需要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闪转腾挪 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已 第二 空闲不同 能做到这样整理收纳的 以全职主妇为多 而我们在八个小时上班 两个小时搭乘地铁之后 回家还能有足够的精力 和兴趣吗 第三 国民性不同 日本国土狭小 资源匮乏 天生危机感比较重 而中国人呢 服务员辽阔 尤其是北方 养成了大开大合的性格 更加的随性 更加注重舒适方便 而不是整齐划一 事实上 即使在日本 家里非常整齐划一的 也是少数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少 少之又少 不能再少 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 保留基本的物品 同时呢 拥有相对较大的居住面积 还整理什么呢 整理实在是无奈持取 也是人类愚蠢的地方 先开发出了 种种根本不需要的物品 然后再为这些无用之物 找栖息之地 那不如从头就少 一了百了 老中医治病 治本 不治标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我们来分享的话题 生活恶习 如何断舍离呢 经常有简有说 没东西可扔了 确实是的 实体的物品再多 也有个总量 扔一个少一个 加一时 总会丢干净的 就像国家的遗产一样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物质文化遗产 断舍离也有两种 一种是物质的 一种是非物质的 物质的很快就差不多了 这时候自然要进入到非物质的层面 所谓非物质就是精神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谈一个词 叫修行 在我理解 修就是修正 行就是行为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如果没有对行为的修正 只是打坐念佛 是不够的 要修正自己的行为 首先要明白 自己有哪些不好的行为 每个人因缘不同 各自有不同的恶习 我把它们列举出来 大家自行对照看看 有哪些恶习需要修行 一懒惰 谁像我一样勤奋 谁就像我一样成功 这是音乐家巴赫的名言 反观自己 每日的生活并没有做到 时间的物尽其用 尚有不少余霞 可以用以读书写字 勤恳工作 曾国藩先生说 想去除懒惰 第一重要是早起 对于我这种人 仅有早起还不够 心理时刻要有根弦 第二 急躁易怒 处理问题的时候 经常会有急躁的情况发生 有时候事情紧急 也是自己的懒惰 导致事到临头 才不得不匆忙做决定 所以难以尽善尽美 还有的时候呢 是无端的急躁 无名火无名生气 想要去除这个坏毛病 唯有慢 不重 则不微 时常打坐 时宜法 三 吝啬 对于那些 与自己已经无用的无凭 价格便宜 还可以爽快赠送给他人 而价格昂贵的话 还是不舍得 路见乞讨之人 亦不能慷慨解囊相助 将身边人都当做家人 天下人都是自己人 能帮则帮 吃饭能买单则买单 遇是能吃亏 则多吃点亏 四 浪费 外出吃饭 经常吃不干净 浪费食物 居住的房子也是过大 常常很近的距离也开车过去 都是莫大的浪费 愚人吝啬 于自己浪费 二者颠倒过来就好了 五 多言 懂得一些道理 则爱多言教人 好为人师 如果说得对 倒也还好 如果说错了 臣是误人子弟 切记谨言慎行 自己不信的 自己没有试过的 绝不要教导别人 六 损人 口无遮拦 损人为乐 看到别人的缺点 不是心生同情 而是嘲笑 也许恶意不大 但听者未必舒服 多发现他人的优点 对缺点存包容之心 七 虚荣 试图将不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 强加在自己头上 这些年已经大大好转 但仍未杜绝 年轻时 可能都会有一些虚荣之心 年岁渐长 就慢慢淡了 人与人的交往 从长久来看 人格是第一要素 在一些一面之缘的场合 人容易虚荣 因为大家没有机会看到你的内心 所以只好诉诸于外在 八 多变 做事没有坚持 苟有横 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意 莫过一日铺 十日寒 回顾过往 无论于人于事 多有变数 工作做过许多 人也认识许多 但深交者不足 索性遇到极简生活 得以坚持至今 幸胜至哉 感恩上苍 九 骄傲 自以为多读了一些书 多走了一些路 便瞧不起别人 以为别人不如我 其实不然 朴素的人 有朴素的智慧 高深的人 也会有朴素的表现 骄傲自满 实际上 是因为自己懂的 还很少 十 好色 美食 美女 美景 美色 所有具有上好颜色者 都能让自己心荡神谣 然而 看起来美 却未必真好 因此会错过许多普遇 吃一些粗糙的食物 去一些朴素的地方 交往一些容貌不佳的朋友 去除好色之心 若能好德如好色 可以 这是我的十个恶习 不知道你有几个 还有哪些补充呢 一日无过 可改 则一日没有进步 人生 才是修行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说说 什么都想极简 如何断舍离呢 断舍离久了 不自觉地会把什么 都往断舍离上考 我要和肥肉断舍离 我要和不好的同事断舍离 我要和贫穷断舍离 我要和长得不好看的断舍离 这就进入了另外一个误区 凡是不好的 我都不要 佛讲贪称痴 贪便是好的都要给我 称便是坏的都不要给我 吃就是看不清真相 凡不好的我都不要 就是称 不好的不要 人之常情嘛 谁都是喜欢好的 而拒绝不好的 但是如果什么都 一股脑的说滚开 最终是闹得自己不开心 有些东西 不管你要不要 它都要给你的 比如生老病死 你喜欢不喜欢 老和病迟早要找上你 同样的 死亡也会 如果对这些 势必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要断舍离 结果必然不太愉快 因为做不到嘛 还有一种 不和睦不和睦的人际关系 通通都要把对方断舍离掉 殊不知 最先该检讨的 是我们自己 在这段关系里 自己所做的都对吗 如果不对 能不能先改一改呢 何况 即使你改了 对方也未见得能改善 那就更要看一看自己的底线 在底线之内 能包容则包容 越过底线了 该绝交就绝交 不要抱着让对方 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的想法 端舍离 最终能调整的 只有自己 想减肥 就多运动 少吃饭 想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就多付出 少计较 想致富呢 就多劳动 养成节俭的习惯 我想和某某某段舍离 不仅是口头上的说说而已 更多是行动上的证明 能够多大程度上实现 就看能够付出多大的努力了 道理是同样一个道理 别人知晓的和我知晓的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有的人做得好 有的人做得差 差别就在做上而已 我们再来说说 购买欲太强 如何端舍离呢 我的观点一直是 只要你购买很开心 买过了也很开心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只管去买就是了 也就是说 身心是一致的 我的行为导致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也影响我的行为 可大部分时候 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 买的时候挺好 买完了就后悔 而且造成囤积之后 对自己的生活 有了很不好的影响 这个时候才需要矫程 记得 只要身心一致 就可以 这也许就是 为什么有的坏人 活得很好 因为我们认为是坏事 他认为理所当然 没有内疚感 相反是好人 做了一点亏心事 就吓得不行 身心不一致了 身体里有两个人在撕扯 你想想 这能舒服吗 我们的购买欲 是从哪里来的呢 匮乏感 记住 是匮乏感 不是匮乏 现在我们衣服都不匮乏了 都够穿 但我们感到匮乏 匮乏感 因人而异 匮乏感 等于拥有的欲望 减去实际拥有的物品 有人说 我从小就很富裕呀 买东西不缺钱 为什么现在还买买买呢 就是欲望太大了 要知道 欲望因人而异 有人天生淡薄 有人欲望就是重一点 但有一点 只要你的欲望 被充分的满足过 就会降低很多 记得马云说 自己的孩子打游戏 怎么都管不好 后来干脆放弃 你随便打 想怎么玩怎么玩 结果呢 孩子玩了几天几夜之后 不玩了 彻底没欲望了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 一个东西越是不给你 你越想要 真给了你吧 一会儿你就不要了 有的孩子容易 被一颗糖骗走 为什么呢 父母不给糖吃啊 陌生人给个糖 就跟人走 相反 如果家里糖多得很 随便吃 他就不跟着别人走了 如果你有很强的购买欲 想一想 自己被充分满足过吗 你可以去买 买到兔 这种极端的疗法 对大病很有用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原生家庭不好 如何断舍离呢 曾经接待过一位 比较特殊的资讯简有 从北京以外的地方过来 这一点 让我有些感动 他告诉我说 自己的衣服什么的 都很少了 不需要断舍离 今天是想听一听 精神方面的东西 他想解决 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人际关系 第二 价值观 第三 竞争 看起来呢 都不搭 也很宏大 但是最后你发现 要解决的是一个问题 他呢 非常善于表达 前一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 他说我听 有人可能会说 你为什么不打断他 时间宝贵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两个陌生的人 信任关系 是第一重要的 否则他不信任你 不说真话 你就不知道 问题在哪 天大的本事 也无法帮他解决问题 所以我听 一直停 他讲了三段感情 第一个男友 在一起了几个月 因为不满于他工作的不稳定 而提出分手 男友所谓的稳定就是 教师 医生 律师 公务员 这类的工作 他一开始呢 谈不上喜欢对方 只是对方追得紧 就答应了下来 等到他终于感动于 他对他的好 准备好好恋爱的时候 他却提出了分手 第二个男友呢 他非常喜欢 三观相同 在一起很开心 为了他自己 牺牲了很多个人时间 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陪他 外出一起吃饭 也刻意地为他省钱 结果是什么呢 男友认为他太无趣 也没有品味 总去一些 不怎么样的小馆子吃饭 提出了分手 第三个男友 是让他铭记深刻的 有修养 包容 充分地理解他 这段感情持续时间最长 他也最舒服 但要命的是 男友太不求上进 别说养家 就是养活自己都是问题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不能九块九把自己嫁了 讲到动情处呢 泪水流了下来 显然 第三个 是最难割舍的 说到这里 他话锋一转 说 我今天重点说的不是这些 然后主角登场了 他的闺蜜 不知道 是不是每对闺蜜 都相爱相杀呢 闺蜜在前几年 有一段时间 生活不太顺利 总是找他倾诉 他那个时候 正好学了一大堆的 身心灵 自我管理 什么的课程 自己的状态呢 也非常的好 两个人可谓 一拍即合 每周都要见好几次 每次聊几个小时 不见面的时候 也通过电话聊天 显然 一个是拯救者 一个是被拯救者 但我们要知道 人的能量是有限的 如果一个人 在不断地索取 而不给予 或者我们自己 找不到充电的机会 那就像一块电池 势必要好尽了 期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举一个例子说 闺蜜说 要带他出去玩 但最后没带他 他则问 闺蜜总能找出 一堆理由 他虽然不信 但也默认了 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是这样一个循环 他又讲到 自己的领导 领导呢 总是指责他 他一开始也想反抗 但总是纠结 在这种不反抗当中 两个人培养出了 一种关系 一个指责 一个忍耐 无止境的忍耐 换来了 无止境的指责 他甚至觉得 自己工作上 一无是出 我问他 所有人都觉得 你一无是出吗 他说不是的 以前大家觉得 我工作挺出色的 很显然 领导说的 不是事实 而是他的认知 在这个不健康的关系里面 他丧失了 几乎所有的自信 显然 领导呢 很像他的母亲 两个人 一个是母亲 一个是女儿 那种关系 又回来了 他说 自己有个总是指责 他的母亲 无论做什么 母亲都不会满意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总能获得 母亲的认同 也就会过度的做好人 想让别人认同自己 界限丧失了 自己很不舒服 又不敢讲 情绪压抑久了 身体的疾病就来了 他病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关于原生家庭的论调 父母那样对我 于是我变成了这样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不断循环 变成了自己 不喜欢的样子 的确 这都是对的 因为人是被驯化的 小时候的环境 的确对我们有影响 但是分析出来 除了能满足 分析者的自恋 和被分析者的 恍然大悟之外 我们还要做点什么呢 如果什么都不做 就停在那里 就像面对 一部坏了的手机 大家起嘴巴舌 一个说是 你使用方法有问题 一个说是 摔了吧 一个说是 进水了吧 总而言之呢 有各种意见 最后经过讨论 确认是 进水导致的 然后 大家就都走了 没人说怎么修 没人说 手机坏的日子 怎么办 只把你一个人 扔在这里了 你还是孤单 还是没有手机可用 最多说一句 你要坚强 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最重要的是 开心嘛 这就想告诉一个 快要溺水的人 说 你快点油啊 一定要坚持 没用 对不对 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 跟各位继续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话题 玻璃心如何断舍离呢 我经常会在朋友圈 微博 发一些 自己不再需要的东西 如果简有恰好需要呢 就免费地送给简有 这本来是 皆大欢喜的事情 但是有人质疑 你为什么用 每日一扔这句话 为什么不是 每日一舍 为什么不是 每日一送呢 是的 有人对扔这个词 很敏感 觉得它是负面的 是居高临下的 是蔑视的 有没有道理呢 有一点道理 这样的人呢 比较敏感 细腻 能够感受到 词语之间细微的差异 有的人粗线条 可能就觉得 这几个词 没什么差别 这里呢 就出现一个 玻璃心的问题 在日本 有人提出 顿感力的概念 意思是 不过分敏感 是快乐的秘诀之一 我认为很有道理 扔也好 舍也好 送也好 核心只有一个 就是 这个物品 和你分离了 你不再拥有它了 它去其他人那里去了 就像两个人分手一样 无论是你提出 还是对方提出 无论眼泪婆娑 还是喜笑颜开 无论坚决果断 还是磨磨唧唧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你们分开了 既然结果不会改变 何不大方洒脱一些呢 走了就走了 扔了就扔了 总比假惊假意的说一句 你是个好人 你可以当我哥哥吗 让人更舒服一些吧 真诚的冷漠 有时候比虚假的客套 要动人的多 否则 你这边刚分手 哭得惊天动地的 一转眼麻辣小龙虾 就吃上了 开心得不得了 万一被对方看到了 多尴尬呀 真实的做人 是成本最低的 扔这个字呢 与我而言 更有力度 更有鞭策感 而且我还没见过 哪个简友说 因为你用了扔这个字 所以我不要你的东西了 因为字眼不是重点 物品是不是对方需要的 才是重点 我就算使用每日一送 每日一舍 但拿出来的都是一些 破塑料袋 过期食品 想必也没有人要 曾经看过一则新闻 一个女子呢 因为生气 把钱撒了 扔了 路人纷纷捡起 喜笑颜开 没有人介意 她是扔还是送啊 如果你看到 扔这个字不舒服 除了说明你比较敏感之外 还说明 你对感情的浓度要求很高 对别人的期待会比较高 一旦事实不如自己想象 就容易跌入情绪的低谷 但是 别人往往不会按你的想法生活 这种事情经常出现 断舍离嘛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喜欢就留下 不喜欢就扔 扔得越快越好 扔得越远越好 最好再也不要回来 断舍离本来就是一个决绝的过程 何必给它披上温情的外衣呢 你要喜欢 看嘛不留下呀 断舍离 断舍离 这个段字 本就该决绝 不是吗 最后 做事一手 告别玻璃心 勇敢断舍离 每天扔一扔 生活 更轻松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继续跟大家说 原生家庭不好 如何断舍离呢 上一集的结尾 我们说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 要知道自己的原生家庭 是怎么回事 知道问题处在哪 其实 知道父母错了 自己是无辜的 并没有什么用 重要的是 知道自己养成了什么人格 为人处事的方式 是什么样的 像他就是 过于追求认同 丧失自我 就是说 知道造成了什么结果 而不是去说谁的责任 即使全是父母的错 你告诉我 你能怎么办呢 第二 打破这种循环 什么是循环呢 就是自动驾驶 点火 送刹车 给油 车就走了 人和这个车子一样 遇到问题 我们怎么反应 什么结果 都差不多 因为你人没变 你的编程程序 没变 所以多年以后 同学聚会 大家发现 基本都没怎么变样 这就是说 这个程序 没有改变 两个人的关系 一定是两个人 共同塑造的 我们不谈 谁的责任 只谈原因 肯定是两个人的原因 一个人打你 你不还手 他就接着打 一个人打你 你打回去 他就要想一想 下次还要不要打 一个人打你 你打回去 打得比他还狠 他就再不敢打你了 像他觉得 朋友之间 应该互相帮忙 于是闺蜜求助于他 他就事无巨细地帮忙 但是真的帮得了吗 且不说 你有没有专业疗愈的知识 即使有 这种几乎全天候的帮助 谁都受不了 正确的帮助 应该是第一 保持自己的活力 你想救人 首先自己得健康吧 第二 是知道哪些 是自己做不到的 给他介绍 更合适的帮助者 毕竟 我们不可能 什么都会吧 所以呢 当闺蜜在寻求帮助的时候 应该明确地告诉他 自己能帮到什么程度 当你改变的时候 对方也会改变 他可能会顺从你 这样 皆大欢喜 也可能不理解 和你分开 如果因为这个分开 就不是什么真朋友了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分离 因为分离无处不在 而且更重要的是 分离意味着新世界的开始 我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新的世界了 但是同时也一定要记住 中国是人情社会 理可以硬 话一定要软 大家听着舒服 事情好办 再不记 理应话应也行 最怕的是 理软话应 这样的人 基本自己痛苦得不得了 别人也痛苦 第三 找到一个帮助者 我们已经溺水了 不能自救了 还垂死挣扎 只能是死路一条 换个思路 大声地呼救 来一个救助者 把你拉上岸 这才是正途 我们太多时候 太依靠自己了 或者说太自恋了 因为自己什么都能搞定 或者说太自卑了 不想让任何人 看到自己不行的一面 他来咨询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愿意寻求帮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会打击你的自恋 让你觉得 自己不如别人 需要别人 好像一个婴儿 需要妈妈一样 而且还需要费用 这就像一个人病了 我自己是不是 能把自己医好了 但我第一 不想让医生看 第二 不想花钱 结果是什么呢 等死呗 但我们都不会 这么虐待自己的 换个角度 你为什么这么对待 自己的精神呢 精神上的污垢 不更应该被清洗吗 最低限度 也要有一个陪伴者 对方愿意听你讲 愿意陪着你 走这段艰难的路 就像走夜路一样 一个人走很害怕 两个人就好得多 也许另外一个人 什么也没做 只是这么陪着 就让人安心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段时间呢 总失眠 甚至偶尔想起自杀 让去医院也不去 那一段时间 我们总在一起 吃饭聊天 后来慢慢的 就好起来了 我说 你还不请我吃饭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病好了呀 他说 你又没做什么 这就是陪伴的意义 看起来没做什么 但这个没做什么 比做什么还重要 第四 给自己一些时间 人格的养成 都是十年几十年 积累的结果 同样的 想改变 不会那么快 虽然不需要十年八年 但三两年得要吧 有人希望三五天 甚至一次咨询 就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请相信我 醍醐灌顶 就是那一会儿 你回到家 还是要面对 自己具体的问题 但持续的积累 量变 必然引起质变 更重要的是 当我在面临 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 有个人可以信任 他在帮你 第五 有计划的行动 知道不等于做到 做到 却一定是知道了 我对他的建议就是 你制定一个计划 每天表达一个 自己的观点 不要怕别人怎么看 每天一个就行 自己觉得不舒服的 每天表达一个 就像我们 每天扔掉一件 无用的物品一样 行为会改变大脑 真的 在这一点上 我们和巴普洛夫 那条狗一样 每次端来吃的 就打铃 狗就分泌唾液 之后你不端来吃的 只打铃 狗也分泌唾液 人是可以被训练的 尤其是持之以恒的训练 第六 找到自己的优势 让自己变得优秀 有时候你发现 道理都明白了 但你还是不敢改变 不敢挑战权威 这是内心软弱的表现 你只有让自己变得优秀 才有自信 无论是工作得到晋升了 赚钱了 减肥成功了 自己写了一本书 演讲得到大家的肯定等等 都会让自己 好像突然有了底气 去变得优秀吧 而变得优秀的唯一前提 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至于如何找到 那是另一个话题 相信人人都有 而且人人都可以找到 总之 要相信 坚定地相信 无论你的原生家庭 是什么样子 父母已经做出了 他们最好的努力 而且造成的影响 也已经形成 重要的不是去埋怨 而是接受 已经发生的事实 同时去努力改善 自己可以改善的部分 这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 依然热爱生活的 最好注解 我们的改变 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 不再有和我们 一样的遭遇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家里的沙发 如何断舍离呢 有沙发就不极简 没沙发就极简 这是一个狭隘的看法 家里要不要沙发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要的好处是舒服 坏处呢是占空间 容易窝在上面刷手机 不要的好处是 瞬间增大客厅面积 坏处是不够舒适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思考 思考个人的情况 再决定去留 没有必要跟着别人的脚步 毕竟每个人家里的情况 不一样啊 什么情况下需要沙发呢 一 家里有老人的时候 如果和老人同住 我们就不仅要考虑自己 还要考虑老人了 想一想回到家里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 你让老人和你一起在地上摸爬滚打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因为老人腿脚步灵便 更舒服的沙发显然是更合适的 如果你是单身 或者虽然组建了家庭 但是家里意见统一 也可以不要 但不要因为一个沙发伤了和气 和为贵 和生财 第二 房子比较大的情况 过于拥堵 让人憋闷 过于空旷 让人虚无 堆满物品的空间 和了无生去的空间 一样无趣 如果你的房子非常大 就一定要有大件的 重量级的家具来压一压 如果你的房子非常小 就需要轻盈的 易于移动的家具来填充 这样的话 整个气场就比较平均 夏天一身白衣服很舒爽 冬天看起来就很冷 冬天一身黑衣服挺合适 夏天看起来就热 房子的装点 和人穿衣服一样的 三 喜欢日韩生活方式 在日本韩国 人们吃饭的时候呢 一般是盘腿而坐 这是民族的习惯 中国人还是更适合凳子 不幸你可以去日式餐厅 吃饭试试 一顿饭下来 小腿都麻木了 这个就是生活习惯 没有好也没有坏 从小到大 喜欢坐着 那就坐着 喜欢跪着 那就跪着 我觉得把盘腿而坐 作为一种调剂即可 每天坐禅的时候 有个十几分钟 半个小时跪坐 晚饭后呢 靠着窗户喝杯红酒 盘腿而坐 也很浪漫 如果你喜欢日韩生活方式 或者有过日韩生活的经历 已经养成习惯 那也很好 如果没有的话 你想一想 一家人到家了 站也不适 坐也不适 也蛮尴尬的 但是无论有没有沙发 保持良好的坐姿 经常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和精神 好好地思考 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盲从 不固执 就能过上 舒心又简单的生活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 和断舍离 断舍离 如果有人 问我的爱好是什么 我一下子脱口而出的 往往是打篮球 健身 但过后想一想 其实我最大的爱好 是读书 为什么一开始 没想起读书呢 因为读书实在是 已经融入我的骨髓 成了一个 很自觉的习惯 于是我反而忽视了 它的存在 这就跟刷牙洗脸一样 都已经是习惯了 不觉得是什么 了不得的事情 更不需要专门拿出来说 很少见人刷了个牙 就发朋友圈的 因为太寻常了 不值得说 但往往是这个不值得 也就是我们的习惯 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你每天运动还是不运动 读书还是不读书 吃健康的食品 还是垃圾食品 假意识 都会一点不差的 在你身上 在你精神上 体现出来 我希望有一天 大家不再觉得 断舍离 是什么需要 专门做的事情 不再觉得扔东西 是个很难的事情 希望大家每天 都可以随手 丢弃无用的东西 每天都能不太费力地 自觉地和不喜欢 不适合 不需要的物品和人 断绝关系 也就是和断舍离 断舍离 让它成为习惯 习惯到不知道 它的存在 就像开车一样 谁会意识到 自己在刹车 在踩油门呢 都是习惯 都是下意识的动作 如果断舍离 能做到这样 就是我所倡导的 极简生活了 好 各位朋友 那关于简书的 七十个断舍离 到这里就跟大家 全部分享完毕了 我是本书的 主播志愿 在读简书的 这本书的时候 有无数个 触动自己的瞬间 当然 当你把这本书 合上的时候 第一个需要做的 就是行动 让我们一起 跟随简书的 七十个断舍离 过上自己 喜欢的 极简生活 如果您觉得 这本书对您 多少有些帮助 也希望可以给本书 一个五星好评 也欢迎您支持 志愿的 更多作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 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旅行带很多东西 如何断舍离呢 我们都有外出 旅行的经历 有的人喜欢 轻装上阵 一个双肩包 走遍世界 所以才会有 背包足的说法 有的人呢 喜欢什么都带着 一个巨大的 行李箱不够 还要加好几个包 实际上 外出旅行的时候 真正用得上的 只有那几件 明明知道用不到 但还是会带 很多的物品出门 为什么呢 要么你是 服务性人格 要么你有 强烈的危机感 服务性人格 就是过分无私 实时想的是 别人的生活所需 而对自己的欲求 总是能忍责任 我身边有过这样的人 大家一起出去玩 去旅行 缺少什么 都可以问他要 他基本上都背着 不仅背着自己的 还准备了别人的 纸巾创可贴 感冒药的 一应俱全 当然 他的人缘 也是最好的 谁不喜欢 这样的人呢 问题在于 你自己是否开心呢 自己开心的话 当然就没什么了 可如果是 委屈自己 甚至过度 委屈自己 而去帮助别人 非服务性人格 莫属 他在服务过程中 得到了肯定 获得了价值感 获得了满足 如果别人 想要什么东西 他却没有 他就会有 强烈的罪恶感 开始自责 危机感 则是另一回事 他不一定是 为了别人 也许 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会带上 很多很多的物品 他脑子里想的是 万一下雨了呢 所以带上雨伞 殊不知 酒店就提供雨伞 万一擦伤了呢 所以 带上云南白药 殊不知 一个创可贴 就足以应付 万一 碰上坏人了呢 所以 带上防狼喷雾剂 万一 衣服洗了没干呢 所以 带上很多很多衣服 他脑子里 最多的 就是万一 一万个好 抵不过一个坏 这就是万一 万分之一的失误 都会让他焦虑万分 这是完美主义 服务性人格 以及危机感 是怎么来的呢 从小时候来的 我们很多问题 都是从小时候来的 小时候就好像一颗种子 你打磨成什么样 长大就什么样 如果父母的教育 比较严苛 出处要求完美 考试九十分还不够 要一百分 那么这个孩子 就可能有强烈的危机感 如果父母大大咧咧 什么都不管的话 孩子就容易养成 服务性人格 他必须什么事情都想到 以博取父母的欢心 而父母的表扬呢 又会进一步的 鼓励他服务的更好 而长大以后 他就会把社会上 所有的人 当成父母去进行服务 追求完美的服务 我们都是这样的 把家里的关系 复制到社会中去 复制到婚姻中去 复制到 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去 直到你觉得这样不太好 那该如何解决呢 要求自己至少有一次 极简旅行 带上少量的衣服 基本的洗漱用品 一个小包就能装下 试一试这样的旅行 体验一下 看看到底会不会发生 什么意外的事情 到底能不能完成 一次简单的旅行 你会发现 一个双肩背包足够了 真的足够了 如果你能做到 也就开始了修正 开始了新的生活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本节内容我们来说说 书籍如何断舍离 有的简有物品 已经很少了 比如衣服包包鞋子 可还是有很多的书籍 很难丢弃 明明不看 但就是下不去手 你会发现 断舍离也好 人生也好 所有纠结 都有一个共性 明明知道 但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呢 知道做不到 其实就是不知道 这样呢 还不如不知道 不知道做不到 还能安慰自己 但是你知道了 就麻烦了 做不到 就会自责 不自责 也会有男朋友 老公 孩子 来指责 一件东西难以丢弃 你就一定还需要它 也许理智上 你感觉不需要了 但精神是需要的 丢不掉书 是因为你潜意识感觉 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不懂 所以呢 还需要很多书来学习 这是和人的求知欲有关的 有的人很开心 我没有书啊 我丢起书来可快了 那可能是因为 你本身就不求上进 未必是解脱了 真的不需要书 丢不掉书的 舍不得的 大部分都是求知欲望胜的人 因为对精神成长的 要求比较高 总是觉得不满足 所以把书留下 期待能继续成长 而舍弃的办法很简单 继续提高自己 上了初中 小学的书就不用了 上了大学 中学的书就不用了 就这么简单 你之所以还留着那么多书 是因为你还没毕业 还不专业 所以还需要 以我自己为例 我研究极简 实践极简 一开始也有很多 这方面的书 但慢慢就少了 因为有些书呢 写得比较浅显 适合入门 我现在不需要了 因为一些书的观点 我并不认可 也不需要了 推而求其次 即使你还需要 也完全可以捐出去 不需要留在家里 一来呢 腾出空间 二来 让更需要的人 把物品用起来 三来呢 你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买得到 所以 让书走吧 让知识 滋养更需要的人 这 便是功德 我算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书籍多的时候呢 也有进千册 经过断舍离之后 还有两百多本 一直陪伴我多年 近来决心将书籍 再进行一次精简 原则是 有电子数的 一律精简 写得不如我好的 一律精简 内容熟忍于心的 一律精简 或卖或送之后 还剩下这十本 一 直视教养 这是著名存在主义 心理学家 欧文亚龙的一本书 我是很喜欢 存在主义的 也研究了几年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是讨论死亡 它的著作还有 当你采哭泣 二 与哲学家谈快乐 人生是为了追求快乐 那么真正的快乐 是什么呢 是随心所欲吗 是自由吗 是奉献吗 哲学家的观点 不一定适合你 但这群地球上 最有智慧的人 至少会给你一些启发 第三 生活的哲学 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呀 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发问 可以看看这本书 四 大问题 什么是真 什么是善 什么是美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意义 什么是完美的制度 这本书唯一的缺点 就是不容易读 虽然已经尽量地痛俗化了 第五个 小家越住越大一 如果你有机会装修房子 或者改造房子的话 这本书会是一个不错的参考 不建议购买第二册 六 美在举手投足间 日本禅师所著 我读过很多教人如何生活的书 这一本完全没有说教的意味 娓娓道来如沐春风 也许和作者的修行功夫有关 七 日本人妻幸福生活秘籍 244招 怎么做料理 怎么清洗 怎么打扫 怎么叠衣服 地毯有了压痕怎么处理 全是生活小妙招 这些东西呢 在网上也能找到 这是一本大拳 缺点是略贵 八 团体心理治疗 依然是欧文亚龙的居著 团体心理治疗的教科书 什么是团体心理治疗呢 就是一群人参与的 最简单的 如团建拓展的 第九个 究竟真实 傅佩荣先生解读道德经的一本书 我之所以还留着它 是因为一直没看完 看完也许就舍了 去读原本了 十 圣经 弟子是基督徒 送我一本圣经 有机会 需要好好地拜读一番 此次精简之后呢 以后买一本出一本 保持十本书籍 不再增加 也许有一天 只留三本书 或者一本书 有没有知识 也许在于读了多少书 但有没有文化和修养 绝对不在于你读了多少书 而在于你有没有真心相信的东西 心中有没有善良 有没有同情心 有没有爱 或者像孟子说的 有没有侧隐之心 辞让之心 休恶之心 是非之心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书 喜马拉雅出品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爱撒谎 如何断舍离呢 人呢 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就撒谎而言 简单的心理成因就是 撒谎的成本 小于说实话的成本 或者说 撒谎的惩罚 小于说实话的奖励 人的大脑呢 会自动地记账 得出结论 然后以事实 不断验证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形成在这一结论指导下的 行为习惯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小时候很顽皮 在外面总是和别人打架 回到家 父母问是不是打架了 死活不承认 为什么呢 承认了 就是一顿暴揍 不承认呢 别人也会告上门来 到时候 还是一顿暴揍 区别在于 有的时候 别人未必会找上门 所以十次撒谎 有八次会被拆穿 被揍八次 但有两次可以逃脱 正是这两次逃脱 成我不愿意说真话 这不是侥幸 而是被事实验证的 如果十次撒谎 有十次被拆穿 那么撒谎 就没有任何必要了 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 爱人回来晚了 总是说在加班 其实未必是在加班 有可能是和朋友喝酒去了 有可能是和女同事吃饭去了 如果你的家庭氛围 是比较融洽的 他就没有必要说谎 说去喝酒了 你问他是不是不舒服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说和女同事吃饭了 你问他 是不是同事遇到什么事情了 一起商量商量 怎么帮助 这样 他就没有必要撒谎了 如果你责问他 为什么总是喝酒 则问他是不是和女同事 有暧昧关系 久而久之 他就不敢说真话了 因为不想吵架 成本太高了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他总是出去喝酒 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一看 他在逃避什么 家是温暖的港湾 一个人忙碌了一天 不想回家 就像航行了一天的小船 不想靠岸一样 这个家 也许太冷了 不温暖了 不是港湾了 所以 才去外面 寻找替代 那么 这个时候要解决的 就不是撒谎的问题了 而是两个人的生活 出现的问题 去解决这个 根本问题 孩子也是一样 放学没回家 明明是去打游戏了 却说自己去同学家里 做作业了 那是因为 家长不允许他打游戏 说实话 会被责骂 所以呢 如果我们真的想 让家里有真诚 就必须培育 真实的土壤 只要说真话 就不会受到指责 而会得到 共同分析 共同面对 共同解决问题的机会 从自己做起 告诉对方 大胆说真话 一直说真话 你是欢迎的 是鼓励的 是愿意的 是开心的 这样 真实的花朵 才会在家里胜放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简书的七十个断舍离 作者简阳汤指费 汤烧开了 通过加点水 来让它不沸腾 这是表面 根本上 是要把火关了 汤自然就平静了 以我们最常遇到的 收纳为例 物品太多 去买收纳用具 而不去减少购买 多大的收纳空间 都不够用啊 因为 没有哪一种收纳工具 能大过人的欲望 我们的生活 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买买买 是会再回来的 我们再来说说 节制自己的欲望 我的人格呢 基本健全 没有什么黑洞 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物品 但面对花花世界 还是忍不住想买 这个时候要明白 吸物就是吸福 人生皆有定数 用完了就没了 早用完早没 想活得长一点 活得快乐一点 就从节制开始 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 你每得到一个物品 就有人少得到一个物品 这便是恶 你每节省一个物品 就有人多使用一个物品 这便是善 为善去恶 便是良知 合乎天理大道 久而久之 自己也会变得通透豁达 人生敲洒 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 没有倡导浪费的 大家无一例外 都倡导节制节约 天理大道 已经摆在那里了 我们去做就好了 所以呢 我知道了物品 不等于幸福 要购买适合自己的物品 我懂得自己人格的问题 在那里努力完善 我合乎大道天理生活 如此能不幸福 不快乐 不成功吗 此非一日之功 你我天天修行 开始做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